第六十四章 安东睡 姊妹俩见到王室 起声甜甜的叫 阿娘 阿爹呢 王室边问边走了过来 徐悦把满满小半碗油渣捧给阿娘 答道 阿爹去末房磨面去了 中午煲猪肉饺子吃 阿娘 这油渣好吃 你尝尝王室 年起一个尝了一下就把油渣都推了回来 让姊妹两个自己吃 不好吃吗 徐悦胡一问 王室点点头 当然好吃 但看着姊妹俩的小个子 好笑道 你们还在长身体 多吃点补充营养 徐悦和徐二娘对视一眼 既觉得暖意又感觉扎心 他们俩这小身板 恐怕还得再长十年才能成人 好久啊 母子四人在厨房里待了没多久 徐大就抱着磨好的面粉回来了 进门就在吐槽末房的老老骂他浪费时间 磨个面粉都要磨一上午 影响了其他人 徐悦用手沾了点磨好的面粉看了看 十分细腻 和后世的金面粉相差无几 立刻欣喜地接过面粉陶罐告诉徐大 他这顿妈没白挨 我们马上就能有饺子吃了 一家人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期待不已 自从落脚到县城那晚 徐悦把研究室小厨房里剩下的速冻饺子拿出来 煎给家人们吃了过后 煎饺就成了一家人心里那磨想要而不能得的白月光 有了精细的面粉 这个愿望马上就能实现 大庆的面食发展已经十分成熟 街头就有人专门卖卖较浆 日后要是想做包子馒头吃也是可以的 徐大郎负责擀面皮 徐大负责剁肉馅 徐二娘烧火 徐悦负责技术指导和调味儿 累了好几天的王室被家人们勒令不干活 就坐在屋檐下烤着小火炉 安静地看住厨房里的家人们忙活 等一切材料准备就绪 一家人洗钱进了手 围在炕上包饺子 除了徐悦 其他人都是刚学 所以包出来的饺子也是千奇百怪的 但因为是自己亲手包出来的饺子 吃起来格外鲜香 徐大煮了满满两大海碗 沾着醋 一家五口吃到撑 躺在炕上睡成一排 满足而幸福 躺着 门外传来一阵骚乱 紧接着院门就被人拍得烹烹作响 一家五口对视一眼 从温暖的炕上坐了起来 母子四人留在屋内 徐大出去开门 院门一打开 就冲进两个官差 徐大差点以为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要被抓去坐牢 结果一问 居然是来收税的 收税 不知茶爷说的是什么税金 徐大小心问 心想着之前刘荣明明说了 他们是新落户的难民 可免一年税费 怎么突然又收起税来了 此时门外也很热闹 北城来了许多官差 挨家挨户的敲门增收税费 大家都和徐大一样的迷茫 显然 在此之前 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一名官差手里拎着一口铜锣 一边敲一边喊 上头心下的文书 此次收缴的乃是东安税 每家每户按照人头 不满十岁的小儿 一人五十钱 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一人一百钱 北城里一堆平民 日子本就已经过得十分艰难 眼看着现在能跟徐大师出门 盘抗赚点辛苦钱 还想着今年能够过个好年 却不想这一张文书下来 居然还得额外增缴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的安东税 只一下子 就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这钱徐岳嘉拿得出来 但这种稀里糊涂的增税方式 让人高兴不起来 而且之前说好了免税的优待政策 压根没有用 面对徐大的询问 前来收税的官差指着城门口说 你瞧瞧 从南往北来的难民有几个 徐大师的名头官差也听说过 他自驾 的火炕 现在正由王大友带领的火炕 帮弟兄们盘住 是以对徐大的态度还算温和 他叹道 兄弟 实话告诉你吧 从收容灾民的榜文发放至今 来到咱们河间的就只有你们这两家 别的 半个都不曾见过 既没有灾民 又如何将减免之策施展下去 说吧 不想再同徐大浪费口水 示意他快快把税前交来 这时 熟人刘荣走了进来 见到徐大便无奈地笑住说 整个河间区内十二县都是一样的 也不是只有你们 我们这些官差也得上缴安东税 徐老弟 你快交了钱进屋满货去吧 这点钱对你家来说 想必不算什么他 那眼神 好像在说 我知道你家不缺钱 就莫要装穷了 徐大可不知道 刘荣昨日亲眼看着王室带回来了那么多猎物 只当他在打去自己带人盘抗的事 产欲一笑 不再说什么 进屋拿钱 徐岳和徐二娘不满十岁 只要交纳五十钱 王室 徐大 徐大郎三人一人一百 一家五口算下来 须得交四百钱 徐岳把钱从研究室拿出来 心肝脾肺都在疼 要地不地地和徐大纠缠两个来回 被徐大一把抢走 小脸一垮 倒在姐姐怀里抑郁了 王室安抚地拍了拍小女儿的脑袋 没事 叫你阿爹过后再给咱们挣回来 许悦心理 好受了点 带徐大送走刘荣等人回来 忍不住困惑问道 阿爹 为什么好端端地又要多增一下安东费 难道和间俊府库已经穷得借不开锅了 徐大摇摇头 他能知道的消息并不多 但前几天在 太守府底盘抗的时候 倒是听到了一点眼周的消息 徐大为自己倒了杯热水 润润嗓子 开口问道 还记得咱们前往东郡浦阳时 在路上遇到的冀州元氏元军吗 徐悦点头 他还记得那冀州军里 有个少年白面小将军呢 之前幼娘你说冀州准备吃了眼周 确实没错 但冀州这边恐怕也没想到 半路会杀出一个徐州曹氏 抢在冀州军抵达之前 先杀了眼周墓 而后又招将了红金军将他们编入麾下 现在冀州元军还未回来 我猜 这次增收的所谓安东税 与此事有关听到这话 徐悦立马看向阿娘 我错了 改了 南方人真的不知道饺子皮不用发 对不起大家 第六十五章存粮 军事上的事 王室向来敏锐 他只在心里算了算 这次增收的税费大概总额 心里就有数了 和监俊共十二个县 抛开那些豪强大族 掩藏下来的人口 一线万人 整个河间郡就有十二万人口 取税平均值七十五亿人计算 十二万人缴的安东税就高达九百万 当前北方一市粮食三百钱 九百万就是三万市粮食 大庆的三万石折合为现代一千八百六十吨 就算有折损 也是上千吨粮食 足以支撑十万大军展开一场大战 王室谋光危暗 陈生道 冀州元氏和徐州曹氏要在眼州开战 争夺眼州 极有可能是一场大战 而且跟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相比 之前眼州 红金军作乱简直就是小孩过家家 徐悦几人文言一惊 徐大郎直接把徐悦捞到怀里抱住 一副随时准备跑路的模样 尴尬的徐悦抽了抽嘴角 徐二娘问 会影响到我们吗 王室不太确定地摇摇头 说不好 目前看来主战场在眼州山羊郡一带 距离河间县城很远 但战场上的事顺息万变 我们只能早做准备 以不编硬万变 徐悦哀叹 那看来要打也就是这两个月内的事了 王室好笑地看住小女儿皱起来的小脸 她觉得不必太悲观 王室把徐悦从徐大郎怀里挖出来 放在桌边示意她认真听讲 而后她用手指沾水在小桌上把计 眼 徐三周化成三个相邻的圆圈 开始了教学 今年大家都在说雪下的早 气候出现异常 这个冬天也不一定会打起来 等到了开春的时候又要忙中农忙 山羊郡刚经历一年的汉情 需要休养生息 以山羊郡作为主战场的话 这场战役徐州曹氏后勤补给线 会拉得很长 真要打 冀州胜利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王室也不敢把话说 得太满 又补充说 我并不知道双方的具体情况 这些也只是我的浅薄猜测 浅薄 徐悦猛摇头 阿娘您这可一点都不浅薄 没有个几十场战斗经验的人 都说不出来这些话 反正不管怎么说 就算打起来了 冀州败了 我们处在后方 跑路还是来得及的 所以别想太多 该吃吃该睡睡 王室看向了徐大 催促 道 你赶紧多盘几个炕 把今天交出去的税赚回来 徐大挑了挑眉 心道不用你提醒 老子也知道 但面上还是乖顺地点了点头 不过听了王室这番话后 他再也不会把他 当成一个普通女人看待了 不会煮饭带小孩就不会呗 有这么凌厉的脑子 还带啥孩子做啥饭 这就该拿起长枪上战场 建功立业带住他们全家走上那什么人生巅峰 在这一瞬间 徐大学生出了一个可耻的念头 他为不太好 想 想吃软饭 王室第一时间察觉 到不对劲的苗头 眸色一冷 低鹤倒 滚 徐大 好的 虽然知道大战随时会来 但日子还得照常过 不过 既然已经预测到战事将近 现在也要提前准备起来 以防万一 在确定徐悦研究室内的小厨房 具备一定的储存空间之后 王室趁现在粮食价格还算稳定 分批次往家中购置储备粮 徐悦自小在南部长大 主食是稻米 现在穿越大庆 苦面食久矣 想让阿娘帮自己囤点到 但由于整个大庆的经济 政治文化活动中心都在北部 民众普遍喜食面食 王室就算想给小女儿 多储备点她喜欢吃的食物 也没办法 只能多购买一些麦 素质类的主流粮食 家中积蓄花光 买了二十式粮食 换算成现代精粮 足有一千两百四十斤 为了放下这些粮食 徐悦把研究室小厨房里的桌椅 给全拆了 小小的屋子堆得满满当当 一千多公斤的粮食放在手里 徐悦睡觉都觉得安稳不少 不过 由于之前吃过了旱灾的苦 徐悦又让阿爹出门时 给自己带一个陶缸回来 把家里正在用的附膜塑胶换掉 将塑胶桶收入实验室 存放了满满一桶的水 就在他们一家 把储备粮准备好的时候 原 曹两家准备开战的消息传了出来 民众恐慌情绪暴涨 导致粮食价格一路走高 王室前两天购买粮食时 一时宿米三百钱 但今天出门一看 居然涨到了四百钱一时 还有不断上涨的趋势 但比涨价更恐怖的是 粮铺无粮可买 打从进入11月 粮店就不再大量贩售粮食 每人每次只能买一桶 粮铺外现在每天都排满了长队 徐大带领火炕帮的徒弟们 每次经过粮店时 都按庆幸自家速度够快 卡点提前完成了粮食储备 不过经历了买粮男这个事件之后 徐岳一家对大秦现在的混乱 又有了深层的认知 警觉性大大提高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只要手里有钱 就会把钱换成米面油粮等日常刚需 然而 就在这种紧张而强烈的备战氛围中 预想中的元曹大战并没有到来 腊月初八这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 波及眼 即徐三周 冰冻三尺 车马难行 街道上行人纷纷避在家中 不敢在这种极寒天气下出来游道 这样的状况之下 两军无法开战 多方周旋之后 达成和解 曹氏让出东郡给冀州元氏 而后元氏大部队从山阳郡 撤入东郡待命 剑拔弩张的曹元两家 恢复了短暂的和平 徐大的火炕队 已经从一开始的八人 壮大到两百多人 他走在城内街巷 凡是见到他的人 都能叫上一声徐大师 就好像整个河间县城内 再也没有不认识徐大的人 如此影响 势必会引起上面的关注 刘蓉两次登门 前来徐家混饭的同时 也对徐大表达出了 你被上头领导看中了 可能马上就要发达来的讯息 这之后 不知是武叔 还是阿珊两人谁走漏的消息 整个北城火炕帮弟兄们 每日成婚 都会到徐家给祖师爷请安 以求的日后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城北徐家 一时风头无两 只是 在这种一片向好的火热氛围中 徐悦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第六十六章游侠 树大招风 他们一家开始想的 只是在城内扎稳脚跟立下来而已 突然就被推到风口浪尖 过于扎眼了 恰逢暴雪 徐悦把自己的担忧说出 徐大就以身体染痒 需要休息为由 不再亲自带领弟子们出门上宫 反正现在第一批第二批徒弟都已经出师 家里暂时不缺钱粮 他去不去也没什么要紧的 之前只是贪图这种众星捧月的爽快 才日日带领弟子出门游荡 说实话 这种被封为祖师爷 出行都有弟子在旁溜须拍马的感觉 让徐大先人有种重返昔日辉煌的错觉 以至于长期沉迷其中 直到现在才因为太过扎眼 而不得不停止这种装逼行为 也是时候让你们自己飞了 徐大对前来问安的阿山众人如此说道 虽然一下子失去了祖师爷的庇护 有点不太习惯 但弟子们还是很关心师父的 知道他身体抱恙 加上现在暴雪难行 倒反过来安慰徐大好好养病 不要担心自己等人 同时最近总不来串门了 王氏问过 王大友说是染了一点小疯寒 所以这次不只是徐大不出门 王大友因为要照顾妻子 也留在了家里 火炕帮的弟兄们顿时意识到 他们是真的要单飞了 徐大送走了依依不舍的弟子们 目送他们踏雪远去 转身果断关上院门 长出了一口气 可算是能歇息几日了 徐大从十月忙到现在 十二月 基本上没有停歇过 王氏都是看在眼里的 本来他也有点同情他 但一想起 就是这家伙的张扬 害得自家现在出名了 心里那丁点可怜的同情瞬间消散 指挥徐大顶替徐大郎 把院内柴火劈完 徐大顿时欲哭无泪 徐月和子子趴在窗边 看住阿爹这张脸的苦涩 忍不住笑出声 不过还没笑两声 就被王氏拎了回去 继续上体术搏斗课程 冬天得闲 家里也没什么事做 王氏不想浪费这么好的时间 就在家里教三个孩子搏斗术 强身健体 这课程是徐月和徐大郎 最喜欢的课 天气冷 一番激烈运动下来 浑身都是暖洋洋的 一点都不觉得冷啊 只可怜了徐二娘 这个战武渣的魔法师 对这种粗鲁的搏斗剧烈排斥 一直放不开 好几次都差点弄伤了自己 王氏纠正了多次无果后 见徐二娘可怜兮兮的模样 无奈地摇摇头 不再强迫他练习他不喜欢的东西 于是 继续练习体术进阶课程的学生 就只剩下徐大郎和徐月兄妹俩 而徐二娘就坐在炕上的小桌前 继续砖研他感兴趣的东西 或做与毛笔 或研究更多可附膜材料 一家五口各自忙碌住 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这天 一家五口正为坐在小火炉前充面粉 为三日后的征诞日做准备 打算热闹过个好年 正忙碌着 多日不曾响起的大门被人敲响了 此时已经黄昏 暴雪刚停 天色昏沉 左邻右舍都窝在家中火炕上准备吸食 这时候前来敲门的又会是谁 可以肯定的是 来人不是王大友也不是阿珊等人 王大友要照顾同事 现在不可能得空 而阿珊等人早已经被徐大乐令 好好待在家中 不准冒雪过来给自己请安 他们对祖师爷十分敬重 不可能不听话私自过来 咚咚咚 就在徐月一家思索是谁的时候 大门再次被敲响 和一开始的比起来 这次明显焦躁了许多 难道是大友 同事不好了 徐大看住家人们狐疑的嘀咕道 徐大郎摇头 他早已经嗅到了陌生的气息 浓眉微皱 暗雅开口 是个杀过人的人 徐大郎这句话 就让屋内众人心里一紧 冬日盗匪猖獗 城内四处寻补也抓不到 难不成是那些人 徐月往窗外看了看 敲门声又一次响起 隐月能够听到门外传来烦躁的躲步声 就在一家子想着 要不要去开门时 一道黑影突然从院墙外 跳了进来 直接进了徐家的小院 徐月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徐大郎 拉到了身后保护起来 徐二娘也停下手上的动作 火速捡起了 放在手边的小木棍 和王室站到一块 而徐大已经冲到门边 已在门后警惕地贺问道 什么人 院里 那人十分嚣张 先把院内情况扫了一遍 这才冲着紧闭的房门 朗声笑道 莫笑成久闻徐公大名 今日得空 特来拜见 拜见 徐大打开房门走了出来 看住面前这个身负长刀 风尘仆仆 衣着破旧的男人 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 原是大名鼎鼎的游侠 试镜试镜徐大拱拱手 给足了对方面子 屋内的徐二娘小声问王室 什么是游侠 王室摇头 他也不知道 徐月小声答 就是一群会点功夫的混混 平日里做些杀父祭评的事 自称为侠 其实就是一群 有组织的危险犯罪分子 法外狂徒 听见这话 屋内 母子四人 神色又沉了沉 他们一家显然还达不到 被杰父祭评的标准 这个叫莫笑成的游侠 突然登门 到底要做什么 徐大也疑惑住呢 他见这人确实没有要打劫的意思 试探道 我不过是 个盘抗的 有点小名声 怎能劳动莫大侠亲自拜访 莫笑成打量面前这个男人 皮肤微黑 身材消瘦 乍一看 倒是和那日冒雪拖着猎物进城的人 有七八分相似 再联想到商铺老板说的 城北人 男的 会用剑 莫笑成特意往窗内探去 一家妇孺挤在炕前 在母子四人身后 便放着一把弓 莫笑成目露喜色 再仔细一听眼前男人的呼吸 绵长且轻 显然是个那家功夫高手 能把野狼老窝踹了也不稀奇 全都对上了 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没想到这小小河间线内 也有徐大师这样的高手存在 这天下苍生 有您便有救了 这话听得徐大莫名其妙 完全不知道对方把他错当成了 那人拉着 满血敲猎物归来的王室 不过 这游侠一来就给他戴高帽 恐怕有求于他 第67章终究是看错了 想明白了这点 徐大只想赶紧把这什么游侠打发走 他可不想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 忍住想把人拍死的冲动 徐大示意莫笑成有话直说 莫笑成也不客气 指了指屋子 询问自己能不能进去说 不必了 家中妻儿胆小 怕吓住他们 就在这说把徐大一口拒绝 他如此不卑不亢 甚至有些强硬的姿态 看得莫笑成眼神愈发火热 心道 高手就是高手 除遍不惊 莫笑成看了看四周 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 小小的院落墙不算太高 但也能够挡住窥视 他看住眼前这个容貌 并不出众的青年男子 搓手哈了一口冷气 这才小声道名来意 徐大一听 居然来找他当杀手 要他去暗杀太守袁松 一张脸顿时黑入锅底 别说了 徐大抬手制止了 越说越激动 企图给他洗脑 打鸡血的莫笑成 让他赶紧滚 现在徐大就是后悔 后悔让莫笑成开口 他根本不想听到 这些什么徐州 冀州 洛阳朝廷之类的事 可偏偏他自幼 就有过而不忘的天赋 现在是想忘掉 这些大逆不道的话都忘不掉了 越想徐大越 气 冷气搜搜往外冒 一双黑毛冷冷盯住 还想劝说的莫笑成 语气森森 阁下怎么来的 还请怎么回今日之事 徐某就到没听过没见过 你继续做你的游侠 要干什么都与我一个小老板姓无关 说着话 徐大龙 在衣袖里的手已经攥紧 很认真地思考住 要不要直接把莫笑成脑袋拧下来 送到官府去逃点赏钱 不过这个想法也只是想想而已 刚刚没有注意 并未察觉到周围情况有什么不对劲 但现在仔细一探 徐大就发现他家这小小的院落外头 东南西北四角都有可疑人士徘徊 而且外头的街道上 又不知道隐藏了多少人手 看来这个莫笑成在游侠队伍中 身份还不简单 许是徐大眼中散发出来的杀气过于浓烈 莫笑成不得不停下了他的劝说 他盯着徐大 极认真的又问了一遍 徐宫 冀州元氏不过是一臣子 却妄想着亲父赵氏王婷 如此被主被德之人 您身为大庆男儿 又身负盖氏武功 当真只愿我居在此穷相 冷眼旁观 你我大丈夫当以国事为重 我等皆为大庆子民 当为朝廷效忠 与那徐州曹氏一般无二 一切所图 不过是为安定天下 光复赵氏 此济州逆贼一除 天下安定 徐公公大 封侯败相也不在话下 徐大听见这话 笑了 道德绑架 不了就开始利益诱惑了 当他是傻子呢 徐州曹氏和冀州元氏 又有何不同 曹氏高举旗号维护皇权 但看那几乎要沦为废墟的 眼周就知道 他们不但没有维护 反倒在加速 这个可怜王朝的分裂 徐大忽然觉得 眼前这个热血青年 有点可怜 被人利用 还在帮人数钱卖命 则则徐大摇了摇头 再次回绝 阁下快走吧 再待下去 我可要拿你人头 去抚押领赏钱了 后面这句话 徐大特意加重了赏钱二字 莫 笑成一听 原本装出来的和善微笑 彻底冻结 还不走 徐大四处看看 走到柴堆前 捡起了亮晃晃的柴刀 看似细血地挥了两下 但那眼底透出的寒光 让莫笑成知道 他不是在说笑 终究是我莫某人看错了 眼看徐大举刀要砍 莫笑成血笑一声 一个翻腾飞出了院子 看住面前这扇紧闭的破旧木门 莫笑成呸了一声 在心中将徐大狠狠唾弃一番 这才伴着夜色快速顿去 却不知 徐大就站在那扇破旧的木门上方 静静看住他的伙伴 从黑暗的角落里走出 追随他的步伐 小心翼翼地离开北城 雪地反射出微弱的白光 映衬到徐大有黑的双眼里 一缕寒芒如电般闪过 只欲下满眼的漫不惊心 身后传来开门声 王氏领着徐岳兄妹三人 从屋里走了出来 站在门上如同鬼魅一般的徐大 这才飞身落下 他脚步很轻 院内雪地上只留下一行浅浅的痕迹 而莫笑成之前站立的地方 鸡血早已经被踩软化 成了有黑的泥水 和徐大相比 莫笑成这样的游侠 不过会些三脚猫的功夫 居然也敢引卵鸡时 想要用武力威胁于他 真是笑话 瞧你火气挺大 王氏站在门前 戏谑笑道 徐大的傲娇一撇刘海 哼道 小猫三两只 竟妄图拆遣本作 可是觉得我蠢吗 不准王氏好笑地 看住他这气鼓鼓的 样子 一本正经的赞道 反而有点可爱 徐大瞠目 不知是气的还是羞的 脸上烧了起来 幸亏肤色深 才没被对方察觉 一家人进了屋 关好门窗 围坐在火炉边煮晚餐 徐月有点担心地问 这群游侠要是真去刺杀太守 咱们会不会受到牵连 徐大不屑地吃了一声 闺女 这你可就想多了 就这些三脚猫的功夫 还妄想刺杀太守 我看下辈子都不一定能成 徐二娘不认可徐大的说法 反驳道 想杀一个人还不简单吗 下毒 诅咒 陷阱 总有一招能奏效 阿爹不要太小瞧任何人 二娘说得没错 王氏点点头表示认同 看住徐月兄妹俩轻声交代道 我们不能轻视任何人 特别是现在这个混乱的世道 一点不小心就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灾祸 凡事三思而后行 知道吗 徐月忙不迭点头 表示自己会记得的 徐大气了一声 光教他们小心提防有什么用 总有疯子不管这些的 又娘啊 你听阿爹跟你说 徐大招招手 是以徐月凑近些 一本正经的叮嘱道 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谁让你觉得不安 你咔嚓就完事了 记住了没 在 红旗下长大的徐月嘴角一抽 他竟觉得阿爹说的有道理 他是不是没救了 不过 那阿爹为什么不杀那个墨游侠 徐月困惑问 第六十八章过年了 徐大耸奸 你阿爹 我的大刀刚举起来 他就吓跑了 这我有什么办法 徐月星说你还挺得意 但说到底 还是他们势力太过单薄 一个墨孝城是无法对他们造成威胁 但这个墨孝城背后所代表的游侠势力 却是他们现在得罪不起的 所以只能让这些人离开 至于检举 那还是算了吧 没有人证物证 官府信你个鬼 最主要的是 他们只是最普通的平民百姓 没有身份的人 说出去的话都没人愿意听 要是阿爹真的跑到府衙去喊 有人要刺杀太守 恐怕还没进到府衙里 就让官差们给轰出来 就这 还是幸运值点满的前提 如果不幸的话 被打半死不活丢到乱葬岗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 这是个人吃人的至暗时代 屋内安静下来 火炉上熬煮的小米粥 冒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香甜味儿一出 一家五口 琪琪咽了口口水 徐二娘和徐悦姊妹俩搬来碗筷 一家五口简单 地吃了一顿晚饭 继续充面粉 夜晚分别前 徐大忽然叫住了 往外走的徐悦三兄妹 明日我传授你们一门内功心法吧 说完 轻轻一挥手 屋门无风自动 趴得河上 将惊讶的兄妹三人 关在了门外 什么是内功心法 睡前 姊妹俩躺在暖哄哄的火炕上 徐二娘轻声问 被自己摞在怀里的妹妹 语气中带着几分 对未知事物的不安和抗拒 似乎在担心 这内功心法和阿娘交的体数一样 会把她练得死去活来 徐悦察觉到了子子的担忧 只觉得姐姐又好笑又可怜 本想吓唬她一下 但想起自己 每天还得这个人心暖炉 无手无脚 顿时放弃了作死的行为 内功心法主要是练气 听说是很神奇的一种功夫 什么身轻如燕啊 力大无穷啊 不惧寒暑之类的 只要练了内功 就会徐悦拿着自己看小说得来的经验 畅想 徐二娘一听 觉得有点离谱 但想到自家还有五个穿越人士 又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 怀抱住对内功心法的期待 姊妹俩缓缓进入梦乡 蒸诞 是一年之初 万象更新之时 也就是农历一月初一 这对大庆子民来说 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相当于现代人过的春节 这天 一家支掌要带领全家人去祭祀祖先 完成祭祀之后 举行家庭宴会 在宴会上 家庭成员依照长幼秩序 依序向家庭中的一家支掌敬酒 等家宴结束 内部活动结束后 还有外部活动 见义和贺 剑指的是去面见比自己身份高的人 如败帝 就是去面见皇帝 老师 长官 上司等 而贺 只是的面见身份平等的 或是同辈分的人 完成了祭 夜 败 这年就算是过来了 对国家层级来说 征诞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在这一天 朝廷会举行大朝会 凌晨三点 百官就要入朝敬见 给皇帝献上贺礼 而后还要举行大祭祀 祈祷这一年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不过如今如此混乱的局势下 朝廷有没有举办大祭祀 徐悦不知道 他只知道 他们一家的祖先都被丢在了眼周 所以 鸡这一项就只是简单在家中院内 摆了一桌韭菜 又在徐大的带领下 朝南边眼周的方向 拜了三拜 就算完事 这段时期还没有相逐的概念 平民祭拜比较简单 通常在贡品上做文章 条件差的 摆上一坛酒 一碗骨 一只鸡 而条件稍好一些 就有五谷和牛羊 徐悦家刚刚摆脱了吃不上饭的穷困 在贡品上准备的也比较丰富 有酒有五谷 还有一个猪头和一只鸡 猪头是徐悦让家上的 不属于大清这边的风俗 他只想在这边感受家乡的年味儿 鞭炮现在也还没发明出来 家家户户便用竹子放在火堆上烧 竹子受热爆裂后发出霹里啪啦的响声 听着也有了过年的热闹气氛 如此完成了祭拜之后 陆陆续续有人登门拜贺 来的都是火炕帮的弟子 前来剑拜祖师爷 今年靠着盘炕的活迹 大家都过了个好年 对徐大很是感激 也都带来了他们觉得好的贺礼 上门的人 有带小孩的 王氏就会把用红绳子串起来的一个钱 两个钱送给孩子们当压岁钱 而徐悦兄妹三个也收到不少别人给的压岁钱 红绳串成一串 听起来叮叮当当响 十分悦耳 等了下午 上门来的弟子们都离开后 徐大也拿着买好的酒肉布博 去了烫刘荣家 等一切社交活动结束时 已经是傍晚了 城内飘起了浓浓的肉香味儿 一年到头舍不得吃肉的人家 在这一天 怎样也要弄点好吃的给家里孩子解解餐 穿越之前 徐悦日常点外卖 厨艺只能算是能吃的水平 但到了这里 他忽然发现 家里能做出最符合实际的美食的人 就是自己 阿娘从小到大吃营养剂长大的 偶尔参加高级宴会吃点草一样的珍贵沙拉 阿爹锦衣玉食长大 只懂品尝 不会做 就算他有所谓的美食配方 徐悦也找不到阿爹需要的古怪食材 哥哥徐大郎嘛 他不吃人 他就谢天谢地了 倒是子子徐二娘还好一点 至少会做面包和果酱 听说还会弄点蘑菇汤什么的 所以数来数去 做年夜饭的活计 居然落到了年纪最小的徐悦身上 只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看住家里的酱菜 五谷 猪头 鸡肉 油 盐 徐悦只感觉到了淡淡的忧伤 他想做卤味 卤猪头卤鸡爪多香啊 可他就是没有香料 之前他让阿爹打听过了 这里的香料确实值钱 而且是离大浦的那种值钱 贵重到他们一般老百姓 需要倾家荡产 才能弄到一盆卤水的地步 简而言之 想吃卤味 吃心妄想 而且这里的食材处理方式 都以蒸煮为主 用的都是淘锅淘罐 想要一口可以煎炒油炸的铁锅 以现在铁器的价格 家中存款目前无法实现 第69章 坦白菊 实验室内倒是有口瓶底锅 但这锅特别小 也就能煎点饺子和面饼而已 思来想去 看住实验室小厨房上那袋泡面 徐悦决定给家人们整点自己家乡的味道 反正是过年嘛 奢侈一把也是可以原谅的 徐悦往灶口里添了一把柴 起锅烧水 而后把小厨房里的那袋泡面拿了出来 麻烂牛肉味 还是大时代 刚好有五包 家里一人一份 你就说巧不巧 看来这就是天意了 徐悦在心中感叹道 只是撕开包装袋的手 还是忍不住微微颤抖 毕竟吃了就真的没了 此刻 这袋泡面在徐悦眼中 它不只是一份食物那么简单 它还承载了它和现代文明的羁绊 是证明它来自2022的证据 唉 徐悦轻叹一声 撕开塑胶包装袋 把泡面放进烧得滚烫的桃锅里 两分钟后 徐悦把煮好的泡面 分装到五个大桃碗里 依序放入调味包 顿时 一个冲击人类味蕾的极致诱惑 它诞生了 早在徐悦拿出泡面时 就站在屋檐下紧盯住它一举一动的徐大四人 顿时按捺不住 冲了过来 一碗碗铺满红油 散发出鲜 辣 咸香的泡面 正在冒着滚滚热气 勾得人食欲暴涨 一向比较矜持的徐悦二娘 不争气地咕噜吞了口水 四双大眼巴巴地盯着徐悦 就等她发话 徐悦轻咳两声 把泡面一碗一碗分送到家人手中 一家五口小心翼翼端住泡面来到正屋 只见徐悦一声令下 开吃 一家字二话不说 端起面碗就吃了起来 吃溜吃溜的响声更是显露出了新年的喜庆 一口浓汤下肚 再看家人们惊喜的面容 徐悦就觉得很满足 这才是过年的样子嘛 只可怜了左邻右舍的邻居 被这古佑人香气勾得直吞口水 家中孩童更是馋得阴阴哭了起来 大人们哄了许酒菜好 一家五口吃饱喝足 排成一列整齐地躺在正屋宽大的火炕上 屋内没有点灯 只有小火炉里燃烧得旺盛的橘色火光 给漆黑沉门的屋子打了一层柔光 徐大郎 他打了个宝阁 头一回儿感受不到那股叫嚣的恶意 尝到了宝的滋味儿 徐悦片头看住打阁的哥哥 实在是忍不住好奇 轻声问道 哥哥 你到底是不是人啊 室内很安静 女孩的声音显得格外清亮 本来仰躺着的王室 徐大 徐二娘也都侧头朝兄妹俩这边看了过来 诡异的寂静过后 传来徐大郎低沉的声音 不是 真不是人 其余四人立刻露出了果然如此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了然神情 徐悦又小声问 那哥哥是什么 哥哥你原来叫什么名字 徐大郎咋了眨眼 似乎是在回忆 又似乎是在思考 怎么形容自己原来的身份 他想了很久 才说 那是一个被人类废弃的世界 幸存的人类叫我 将尸王徐悦震惊了 这世上原来真的有僵尸存在 所以哥哥你喜欢吃人吗 徐悦吞了口水 小声问 他倒不是害怕 只是单纯好奇 毕竟哥哥已经用实力证明 他现在不吃人 不但不吃人 还时时刻刻想着要保护他 然而 徐大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是看住他 很认真地说 哥哥会保护妹妹 幼娘是我的妹妹 谁欺负幼娘 我就杀谁 看住面前这双认真的眼睛 徐悦觉得他看的人不是自己 而是另外一个小女孩 或许 那个小女孩才是他真正的亲妹妹 一个人类 或是一个小僵尸 气氛变得古怪起来 可能是因为徐大郎的坦白 徐大几人忽然也生起了倾诉的欲望 再加上此刻的气氛渲染 一家五口觉得 是时候来一场坦白局了 要说徐悦最好奇的 其实不是家人们原本的身份 而是大家都是怎么穿越的 徐大说 他本名徐青阳 出生修真世家 从小过着锦衣玉石 众星捧月一样的生活 穿越之前 他是修炼了四百年的金丹修士 在一个叫新门的大门派里 担任宗门长老 主掌门内策算补挂之事 又因修为高深 为人幽默风趣 门声好有遍地 在修真界很有影响力 但上帝可能看不惯他前面 顺风顺水的四百年人生 就在他闭关准备突破原因时 突然走火入魔被天雷劈死了 再一睁眼 就成了山羊郡下羊角村里 以为人父的徐大 要知道他还是徐青阳的时候 连到情侣都还没有 却突然喜当爹 各种滋味谁能理解 以至于陷入了深深的自闭当中 难怪一开始你整天哀叹气 要死不活的 王氏吃笑徐大没出息 不就是没恋爱没结婚吗 这有什么 王氏说 他本名叫王平平 来自星际联邦宇宙大航海时代 活了130岁 也做了130年的军人 只因为联邦实验室认定 他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练武器材 所以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 他就成为了宇宙联邦军事培养机中的军人 在星际联邦 人类的寿命得到了延长 从他30岁成年开始 他就一直奔赴在一个又一个战场上 最后换得了一身的功勋 成为人类联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上将 之所以穿越 是因为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 他主动驾驶船只 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王氏原本以为自己会死 没想到居然以穿越的方式 再次获得新生 所以 他格外珍惜这次重生 因为这是身为军人的他 对生命本能的敬畏 所以你们那边的女人都这么凶猛 还不成婚不生孩子 徐大震惊追问 王氏被他给逗笑了 解释道 不是的 只是多了很多选择 孩子也可以选择是自己亲自生 还是体外培育 如果一个男人不想要伴侣 只想要一个孩子 他也可以在基因库里购买优秀的幼儿基因 选择体外培育 王氏摊手道 我们那里很多单亲爸爸和单亲妈妈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因为科技的力量 男人和女人之间几乎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了 要是不想做男人 你可以在你成年之后 向你的父母或者是抚养你的机构 申请转变性别 徐大 徐悦 徐二娘 徐大郎父子四人 都向王氏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这种可以自由选择的人生 也太幸福了吧 王氏摆摆手 凡事都有两面性 有好的一面 也有他不好的一面 在穿越到这里之前 我几乎没吃过这些正常的食物 浩瀚的宇宙 让我们迷失了方向 在联邦出生的新生儿 从来没见过真正的蓝天 第七十章 徐大哥救命 听到王氏这声轻叹 徐悦几人突然又没那么羡慕了 众人看向若有所思的徐二娘 只听她悠悠叹道 如果我生活在阿娘的世界 应该就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孩了吧 如果不能生孩子 不再是她的弱点 她也就不会遭遇那场背叛 与徐大王氏的穿越遭遇比起来 徐二娘的遭遇 简直就是一大盆狗血 她是被身为公爵的未婚夫 和她的情妇暗杀而死 原因很简单 魔法师不易受孕 甚至不能生小孩 而她的未婚夫 却想要一个孩子 所以她选择了背叛 徐二娘无脸 算了算了 说说又娘吧 我不想再去回忆这段黑暗的历史 身为光明教皇 身受国民爱戴的 女神瑟琳娜居然死得这么狗血 这简直就是她三百年人生中 最大的污点 徐月对子子的遭遇 抱以深深的同情 轻拍了拍她的背 也是安慰 徐二娘勉强扯了扯嘴角 算是接受了妹妹的安慰 其实 她也没有多么伤心 多么难过 毕竟 深爱她的情夫们 会为她报仇的 不过妹妹这么单纯 她就不告诉她这个真相了 免得带坏了小孩 幼娘 你呢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美食家 王氏好奇地问 徐月被问到一愣 和四个家人离奇的经历比起来 自己的经历 简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我叫徐月 是一名药剂师 我没有大家这样波澜起伏的经历 我就是在实验室里睡了一觉 然后就到了这里 除了孤儿的身份 好像都显得太平淡 不过徐月忽然想起家人们的死亡 眉头皱了起来 阿爹是被雷劈死了 阿娘和敌人同归于尽 姐姐是被暗杀 那哥哥呢 哥哥怎么死的 徐大郎看住眼前的四个人类 冷冷道 被你们人类炸死的 徐月等人 嗨 徐月倾刻两声 打破了这略显尴尬的气氛 困惑道 大家都是在原本世界死亡后 才穿越的 可我记得我只是睡了一觉 难不成 我其实是加班过老死了 徐二娘和王氏立刻对徐月投来 同情的目光 可怜的孩子 徐月察觉到家人们的目光 勉强扯了扯嘴角 自嘲一笑 可能这就是射出吧 一场坦白下来 一家五口之间的联系 似乎比之前更加紧密了 徐月把自己研究室里的情况说了出来 王氏根据自己学习三十年 才毕业的物理知识库 对其进行分析后告诉徐月 他研究室内的苹果树 应该是一种具备时空传送的能量体 所谓的知识点输入 其实只是一场能量兑换交易 王氏还说 如果这棵苹果树 还有摄影录影的功能 可以随时随地摄取 大庆当前的文明状况 那么 只要徐月经历过的时间 也可以化成能量点 简而言之 这棵苹果树上的能量果 就算没有大量知识点摄入 也会随着你的成长不断成熟 接触一颗一颗充满能量的苹果 到时候 你还可以继续和他交换你想要的东西 王氏轻拍了拍徐月茫然的小脑袋 鼓励到 做一个历史观察者 并参与其中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做个历史观察者 徐月把阿娘的话在口中反复低诵 忽然有种拨开云雾 见青天的清醒感觉 原来他的金手指 是要他好好观察这个世界吗 而金手指给他的东西 是不是就想看看历史是否能够被外来者改变 徐月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 成功把自己想睡了 管他呢 他想要的只是和家人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 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 徐二娘望着黑漆漆的房梁 忽然发问 阿娘 你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 还是真实的吗 王氏笑答 对 我们来说 他绝对是真实的 在修仙在玄学文明体系下长大的徐大听见这话 愣了一下 以前那些困住他的疑惑 好像突然之间就得到了解释 顿觉通体舒坦 他那是丹田 体内本来毫无变化的丹田内突然多了一道细小的七玄 竟然顿悟了 徐大狂喜 他一直以为自己重修道法遥遥无期 没想到 王氏这简简单单一句话 就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 燃烧的小火炉渐渐平静下来 夜深了 兴奋过头的一家五口 躺在一张炕上 却睡不住 徐二娘和徐大 对对方世界的力量体系充满好奇 父女俩叙叙叨叨地问住对方各种天马行空的问题 王氏见货插入几句 三人聊得火热 徐月窝在徐大狼怀中 兄妹俩迷迷糊糊的 一边瞇住眼睛 一边听着耳边家人们的穴道 即将睡过去时 安静的街道上忽然传来异常响动 那声音很轻 但也逃不过徐大狼绝佳的耳力 少年立刻一个机灵睁开眼睛 从炕上坐了起来 还在聊天的王氏三人停了下来 疑惑问 怎么了 徐大狼皱紧眉头 侧耳听了听 那道一想已经离得远了 他正要摇头说没事 耳间再次抖动 砰砰砰的拍门声 在寒冷的冬夜里响彻整个小院 王大友焦急的声音传了进来 徐大哥 开开门 我是大友 徐大哥 快开开门 迷糊中 徐月彻底清醒 徐大和王氏对视一眼 按道不好 立刻披上衣服 下抗去开门 院门打开 王大友焦急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一看到徐大夫妻俩 就像是将死之人见到救命稻草 眼眶立马兜了 一把抓住徐大的手 带着哭腔喊道 徐大哥救救我家娘子吧 夫妻二人眉心一跳 同事出事了 看王大友这激动的模样也说不清楚 夫妻俩匆忙对屋里的孩子们说了一声 便随王大友赶到他家 一推开房门 一股浓烈的苦涩药味扑面而来 徐大感受到浓浓的死气在屋内萦绕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但为了避嫌 他没有进去 王氏撩开门上草莲快步走进屋内 就看到同事躺在炕上剧烈咳嗽 每颗一声就像是要抽空他身体里的氧气一般 许久才得以喘息 第七十一章同事死 王家大娘和王家小郎跪坐在母亲身旁 大的一边用手帕给母亲擦拭 小的还不懂事 只知道阿娘这样的状况不对劲 怕得直哭 但又因为姐姐说不能打扰母亲 下意识压抑自己的哭声 小小的身子憋得一抽一抽的 看住都让人揪心 但真正让王氏感到不好的是 王家大娘擦拭下来的帕子里 全是血 王氏心头一紧 扭头朝外头徐大催促道 徐大快去请大夫 然而 不等徐大行动 抗上气弱油丝的同事便猛地抬起手 不 他知自己就要不行了 大夫也看不了这个病 只想和王氏交代两句话 这才让王大友去把夫妻两个叫过来 王氏皱紧了眉头 突然想起自家小女儿的研究室 忙着叫徐大去把孩子们叫来 眼见同事因为激动又猛咳起来 王氏快步冲上前 把躺着的同事扶起来 轻拍着他的背给他顺气 嗨嗨 同事又咳出一口血 两手死死抓着被子 像是喘不上气来 王氏看住都下意识屏住了呼吸 直到同事猛地呼吸过来 他憋着的气才放出来 倒点温水来 王氏命令 王大友听见了 手忙脚乱转身去到温水 王氏接过水给同事喂了两口水 但同事刚喝下去就吐了出来 脸色比先前更加苍白了 忍耐许久的王家大娘 顿时忍不住娃的一声哭了出来 呜呜呜 阿娘已经好几天吃不下饭喝不下水了 阿娘你别死 呜呜呜 同事紧紧抓着王氏的手臂 满目哀求 虚弱道 嫂子帮我多照看 照看两个孩子 求你了 王氏早就知道 同事生病了 但他真没想到 王大友口中说的一点疯寒 居然会这么严重 但现在显然不是质问王大有隐瞒病情的时候 同事这样子 王氏再清楚不过 已经是灯窟油尽之时 王氏叹了一口气 在同事恳求的目光下 沉重地点了点头 你放心 我会的 他笑看住家人们 目光从两个孩子脸上划过 最后落在王大有这个和他一起生活了六个年头的朴实汉子身上 不舍得缓缓闭上了眼 阿娘 发生了什么事 徐悦被阿爹抱着冲进屋里 一抬眼 就看到同事无力落下的手 心里顿时一沉 阿娘 呜呜 阿娘 阿娘 王家大娘大哭出声 小手抓着母亲瘦弱的手 扑进那熟悉的身躯里 却再也感觉不到温满 王大有无力跪倒在地 抱着两个孩子 勾搂着扶倒在火炕边 用沉默抵抗这份沉重的悲伤 同事死了 死在了这个寒冷的冬天 刚度过最艰难的时日 眼看着就要迎来全新生活的时候 他却不在了 王氏将怀里的同事放回炕上 起身朝丈夫和女儿走来 三人离开房间 把空间留给王家父子三人 徐大叹了一口气 无奈把怀里的徐悦放了下来 父女两人对视一眼 心里升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 其实在很早之前 他们就注意到同事病了 但他们都没放在心上 徐悦的研究室已经解开三分之一 常用的成品药柜里 排列着各种常用药物 有治疗感冒的 治疗胃痛的 治疗头痛的 还有一瓶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 徐悦不是临床医生 但到底也是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 他见过一些基础的病症 同时这种状况 他刚进屋子的时候就猜到了 那是得了肺结核的症状 只是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天边泛起于肚白 本该是一年之事 最高兴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人高兴得起来 徐大想到王大友的状况 怕是连一副棺材都买不起 和王氏商量了一下 准备用自己盘抗存下来的四匹麻布 帮同事买副包棺 将同事好好安葬 王大友已经从屋内走了出来 身后跟住两个年幼的孩子 叫人看住心酸 徐大上前拍拍兄弟的肩膀 节哀 王大友勉强点了点头 大人们商量起同事的丧事 徐悦便带着王家大娘和小郎 先去了自己家 徐二娘和徐大郎听说同事死了 大吃一惊 可能两人从没想过 那个顽强度过天灾人祸的女人 居然没能度过病痛 徐二娘看了看王家姐弟俩 温柔地抱了抱两个可怜的孩子 亲吻他们的额头 给予一番安慰之后 给他们做了点热食吃 徐悦兄妹三人 顺便也把自己的早餐解决了 又装好大人的份 关了家门 来到王大友家 等徐大三人吃完了早餐 阿山 武叔等火炕帮的弟子们 闻讯都来了 不大的院子里站满了人 但就在大家伙准备出门买棺材时 城内传来噩耗 太守昨夜遇刺了 死的人不是太守 而是替太守挡箭的太守夫人 亲和崔氏 一时间 整个城就像是被点燃的炮杖 劈里啪啦 炸了起来 大批官差 游走于城中大街小巷抓捕刺客 闹得城内百姓人心惶惶 太守府里为了崔夫人的丧事 全城上下匆匆换上丧色 布庄里的白布直接卖到脱销 紧急将往年城部取出 这才堪堪足够 当徐大领着火炕帮的弟兄们 来到布庄时 只抢到半丈白布 勉强可做一张白帆 等他们又跑到棺材铺时 铺子里的棺材已经卖光了 太守府遇刺 不止死了崔夫人 还死了许多守卫家丁 棺材早已经让太守府的下人们买走 就这还不够用呢 棺材铺内的老师傅 把儿子孙子都叫了出来 正在匆忙赶制 徐大磨破了嘴皮子 把忽悠技能开到满点 又将自己火炕帮祖师爷的名头喊出来 同时天涯沦落将 打感情牌 这才让老师傅勉强答应 先给他们做一口包关 为防止老师傅出尔反尔 徐大留了两个火炕帮弟兄在店里看住 叮嘱他们拿了棺材就马上带回来 等徐大忙完这一通回到北城时 这里已经被棺材围得水泄不通 刘荣看到徐大莽撞走来 眉头一皱 忙把他拉到一旁 徐大看住向外满街的官差 惊讶问道 刘差爷 这是怎么了 第七事二章问询 刘荣瞥了眼徐大手里的白布 没好气道 我倒是要问你呢 怎么不在北巷在这里 知不知道现在满城搜查刺客 如你这般行迹可疑者 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 徐大苦助连解释道 刘差爷 我兄弟妻子今早去了 他与我家一道从南边逃难过来 家里又没有亲戚帮衬 这不 我兄弟抽不出空来 我不得帮忙操办操办吧 刘荣听见这话 这才反应过来 这不是为你兄弟家中王者准备的 徐大蒙点头 又试探问 这么多官差拒到北城 难不成那刺杀太守的刺客在这里 刘荣沉默着点了点 又甩了徐大一个你真会点 我找麻烦的烦躁眼神 招招手 示意徐大跟他走 在刘荣的护送下 徐大这才安全度过层层搜查防线 回到王大有家 此时 官差们正挨家挨户地搜查到了徐家门前 眼看他们要撞门 刚到王家的徐大忙冲了过去 说自己一家人在这 王大有家门前挂起了白色的帆布 官差下意识以为是给太守夫人崔氏挂起的吊咽番 还不知道王大有家中死了人 他们抬步走来 冷不丁看到那跪在屋内烧纸前的王家大娘姐弟两个 当即吃了一惊 真是晦气 家中有人亡顾也不早说 两名官差吃骂住 像是躲避蛇蝎一般 迅速退到了门外 王大有本就伤心 但还是得强大起精神应付这两名官差 连声道歉 徐大也在一旁说着好话 两个官差脸色这才好看一些 就算是家里死了人 该盘问的还得盘问 官差让徐大和王大有把家人全部叫出来 于是 王氏领着徐悦兄妹三个 另外加上王家大娘弟弟两个来到大门前 排成一列等住那官差盘问 年纪小的孩子也没有放过 这办事态度倒是出奇的正面 不过太守遇刺是大事 加上又死了太守夫人 上头震怒 底下人自然不敢在这种时候轻慢 两个官差 一个询问大人 一个负责徐悦这几个小孩 他先从王家小狼开始 但不满意两岁刚学会说话的王家小狼 又能说出什么呢 不过是被吓得憋着嘴巴躲在子子背后 小小的身体颤抖住 眼泪含在眼眶上即将决堤 那官差看了 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意思 重新站起来 从年纪最大的徐大郎问起 昨夜可有见到什么奇怪的人 或是听见了什么奇怪的声音 徐大郎像是无意识一般 往西面看了一眼 而后摇头 官差皱眉 又追问 那你们昨夜在做什么 当然睡觉啊 差爷你晚上不睡觉的吗 徐二娘睁着一双无辜大眼 好奇问道 官差脸色一黑 你这小丫头骗子 差爷我没问你话 你就不用说话 可懂吗 徐二娘握了一声 一副乖巧模样 职业的官差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 以至于问完了徐大郎 本该问到徐二娘时 他直接跳过了他 先问徐月 你昨夜可听到 什么异常响动 或是见了什么奇怪的人吗 徐月懵懂地回到 幼娘梦里见了神仙老爷爷 官差 行吧 下一个 王家大娘头上戴着白色的笑花 两只眼睛已经哭肿了 怀里抱着年幼的弟弟 姐弟两个看起来别提多可怜 官差深吸一口气 直接不问了 走到同伴身前 摇了摇头 问徐大等人的官差 也问不出什么来 都是早早睡下了 或者夜里王大友家 突然传来噩耗 匆匆忙忙就赶过来帮忙之类的说辞 一伙人互相作证 加上人家家里刚死了人 两名官差不想再沾这个晦气 凶巴巴地叮嘱他们低调一点 不要给官府添麻烦 便继续前往下一户 带人一走 王大友看住还躺在炕上 只盖了一层薄麻布的妻子 顿觉悲从中来 好好一汉子 忍不住捂住脸躲到一旁 呜呜地哭 徐大知道 他是在为不能替同事 好好办一场后事而内疚 但这事情就是发生的这么巧 前头有太守夫人崔氏压在头上 身份地位如此悬殊 他们这些小老百姓要是不低调 太守那边要是一个不爽 同事能不能好好安葬都不知道 徐大和王氏对视一眼 夫妻俩同时叹了一口气 王氏示意徐大去安慰王大友 自己走到徐月几个面前 叮嘱道 你们 先带大娘和小郎去咱们家歇会 晚上他们两个还得点母亲手艳 这么小的孩子 怕是不好 虽然丧礼只能办得低调低调更低调 但这份母子情谊 还是要坚守的 王家大娘红住眼睛 摇着脑袋说 婶子 我要留下来陪着阿娘 让弟弟去吧 他在这我和阿爹 还得看住他王家小郎一脸懵懂 看到王氏在心里直叹气 见王家大娘坚持要留下 尊重他的意见 让徐月兄妹三个 把王家小郎带回家去 棺材已经警告过不准高调 火炕帮的弟兄们也陆陆续续离开了 很快王家的院子就冷清下来 只剩下徐大夫妻两个 陪住王大友妇女俩 而徐月这边 才带着王家小郎回到家里 小家伙的小脑袋就搭拉了下来 徐二娘把他抱到炕上 盖好被子 惊慌了一整晚的小人 就沉沉睡了过去 真是可怜 还这么小就没了阿娘 这以后只靠大友书可怎么带啊 徐二娘担忧的眉头都皱了起来 徐月给王家小郎压了压背脚 想到刚刚官差问询时 大哥下意识的那一瞥 又想起昨夜王大友敲门之前 哥哥忽然做起的异常举动 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哥 那刺客真在北城 徐月忽然小声问 盘西坐在火炕角落画板子的 徐大郎闻言 缓缓抬起头来 点了点头 又指了指西边 徐月顿时沉默下来 没再问 他们这些平民百姓 在这个封建等级森严的古代 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 他只求这事别牵连到自家 至于去检举什么的 最好连这种念头都不要有 第七十三章做算事 一转眼 冬雪消融 天气渐渐暖和了起来 距离太守遇刺已经过去一个月 阴住崔夫人的葬礼 同事的丧事只能草草办了 保管拿到之后 徐大算了个出兵的好日子 便叫上几个火炕帮的弟兄们 把人抬到城外小山坡上葬了 当时进出城格外严格 徐大为了兄弟把存款都掏空了 才买通守城官爷 放他们出城下葬 而与同事丧事的潦草相比 崔夫人的丧礼 可是让徐月一家开了眼 大庆后葬之风盛行 光是金银玉器等陪葬品 就掏空了太守府半个家底 在算上停临一个月 各种调研应酬事宜 又花出去一大笔 这还没完 崔夫人死得突然 墓地还没安排好 又请了冀州有名的道长 亲自为其操办营安葬事宜 徐月听人说 光是那块风水宝地 就花了五万钱 再算上墓室所用砖瓦 十万钱都打不住 依照大庆豪强们的奢华程度 停临三个月或是半年的都数正常 因为古代交通不便 还得等候死者所有亲戚 前来吊宴完之后 才会使人下葬 所以太守夫人只停了一个月 就匆匆下葬 徐月合理怀疑 很可能是太守府里的钱撑不住了 当然 也有可能是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 太守夫人已经发臭 这才不得不草草下葬 让徐月这种平民感到扎心的事 对于原是这样 雄霸一方的施加来说 崔夫人这样的丧礼 也只是草草而已 至于那个刺客 官差们抓捕了一个月 交上去很多个嫌疑人 蔡氏口的刑场上 也像征信地杀了好几个刺客 但是 似乎还是没有抓到主谋 不过和之前紧张的氛围相比 自从崔夫人葬礼过后 确实放松了不少 大家也赶出来走动了 早春的天气还很凉 但徐月已经忍受不了 穿了一整个冬天都没洗过的球衣 眼看太阳出来 立刻扒了下来 整个冬天跟住阿爹阿娘练习体术和内功 脱了球衣 把所有加衣都穿上 顺便将阿爹教的内功心法运行起来 倒也不觉得冷 徐月人小 球衣沾了水 他可就没辙了 只能求助哥哥徐大郎 好好的儿郎 现在是烧火煮饭 洗衣匹柴 样样拿手 徐二娘看住妹妹有免费的帮手 准备磨蹭一波 把自己的球衣也托给徐大郎洗 徐大郎冷冷瞥了他一眼 开口就是 滚 徐二娘瞠目 一手插腰 一手举住他的小木工威胁道 信不信我诅咒你 徐二娘的诅咒可不是说着玩的 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努力 他已经在徐大身上试验成功 大的诅咒还下不了 但让人倒霉是完全没问题的 例如出门平地摔 走路被绊倒 逛街丢小钱 养头接鸟屎之类的 一来一个准 可徐大郎不怕这些小诅咒 在强大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虚妄 眼看来硬得不行 徐二娘放软了语气 好大哥 帮我一起洗了吗 徐大郎这才傲娇地哼了一声 答应下来 天气变暖 城里的人家基本上已经盘上 徐大和王大友就带着火炕帮的弟兄们 往村镇发展 这不 今天一大早就出门了 王室也不在家 跨住竹篮 跟住武叔家的婆娘一起去采野菜 准备带回来 让徐月姊妹两个研究研究怎么做烟菜 说到菜 徐月就忍不住舔了舔嘴巴 她已经一个冬天没吃到新鲜蔬菜了 都快要忘记蔬菜是什么滋味儿 幼娘 你看我这样写对了吗 身侧传来王家大娘忐忑的询问声 徐月忙放下对蔬菜的回味儿 转头看向王家大娘递过来的小木板 自从同事过世之后 王室就让王大友出宫前把两个孩子带到自家来帮忙照顾 姐弟两个没了母亲 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懂事了很多 小哭包王家小弟不爱哭了 而王家大娘也不爱笑了 整日审奔得像个小老头 到了徐家就要帮忙做家事 这些事都有徐大郎和徐二娘做呢 清早起来练完工就开始打扫卫生 根本没有什么活能让王家大娘干的 于是小女孩就领着弟弟待在屋里 一做就是一整天 徐月看着两个小孩再这样下去也不是一回事 就把姐弟俩揪到自己房间 拿出小木板 教他们认字算术 王家小郎还太小 拿着木板画得乱七八糟 但小脸上总算是有了点孩子该有的调皮样 徐月也就随他画了 打算等他再长大点 再教他十字和算术 大庆计算年龄算虚岁 过了年 徐月虚岁就七岁了 王家大娘也六岁了 小孩子的大脑已经发育得差不多 学习得很快 加上之前逃难路上徐月也给他打过基础 现在已经会写二十多个常用字 还会算二十以内的加减法 可能是周围邻居没有谁是读过书的 徐月胆子就大了起来 账主没人懂 教给王家大娘的字尽量用繁体 但数字他教的却是阿拉伯数字 王家大娘也不知道这些细节 小小的他只是觉得能识字算术 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徐月教什么就认认真真学什么 不 徐月刚在木板上给他出了算术题 他很快就算完了 忐忑地拿过来让徐月检查 徐月看了看 一共五道算术题 只错了一个上面还用探笔划了横杠 显然小姑娘算了好几次 最后也不能确定答案 这题也确实比其他四道复杂一些 既有加还有减 对于刚学数字的王家大娘来说 确实有点难度 徐月看他打在一旁的算式并没有问题 错就错在实镜之上 忘了计算镜位位 徐月把错误指出 王家大娘顿时挫败地低下了头 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感到难过 嘴里嘟囔住 明明检查了的徐月看住他这模样 彷復看到了自己小时候 因为粗心大意而做错了题目的郁闷样子 这种时候 再多的安慰都不如重新做对一道同类型的题目 来得有成就感 于是 徐月又出了一道包含实镜之的加减法 请小女孩再做一次算式 第七十四张军眉和阿坚 这次 王家大娘做得格外认真 答完了又检查了三遍 这才递给徐月检查 当看到徐月在算式上打下一个大大的勾时 小女孩忍不住压得笑了起来 自从同事过世后 徐月头一次在小女孩脸上看到这么灿烂的笑容 想着北城这边的人总是这家大娘 那家大娘的叫人容易混淆 而王大友又不会注意这些细节 徐月试探问 大娘 咱取个名字吧 啊 王家大娘一愣 徐月看住远处山坡上邪卧的梅花 想起新积极的一首词 轻念道 疏疏淡淡 问阿谁 堪比天真颜色 笑啥东军须战断 多少朱朱白白 学里温柔 水边明秀 不借春功力 古清香嫩 迥然天语奇倦 君梅怎么样 徐月看向王家大娘 询问她的意见 王家大娘将这两个字 在嘴里默念两遍 歪头问 君梅是君子的君 梅花的梅吗 君字是 徐月刚教的字 当时她说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七七 小小的王家大娘还听不懂 但小姑娘的直觉告诉她 君子一定是很好的人 所以才会用坦荡荡这样的形容词 当时王家大娘 就忍不住好奇地问徐月 幼娘 那君子是男子还是女子啊 还是男子女子都可以是君子 当时徐月笑着摸摸她发顶稀疏的发 对 她讲 品德高尚的人就是君子 没有男女之分 王家大娘看住远山上的红梅 忽然觉得这样的梅花 开得特别好看 比往年看过的都要漂亮 君梅 君梅 我叫王君梅 那小弟呢 幼娘你也给小弟取个名字吧 王家大娘 不对 现在她是王君梅了 她也有自己的名字了 回头我就告诉阿爹 请阿爹写信寄给阿娘 阿娘要是知道我有名字了 肯定很高兴 王家大娘激动地畅想到 她忍不住又默念了几遍自己的名字 忍不住敏唇笑了起来 笑容甜甜露出两个浅浅梨窝 养了一个冬天 皮肤白了许多 脸上多了肉 清秀轮廓出现 徐悦觉得 这小女孩长大了 肯定是个模样标志的小美人 只可惜 现在小小年纪 就是个懂事操心的孩子 也不知道以后长大了 会不会变得开朗些 徐悦看向在旁画画板的王家小狼 想到 取尖字怎么样 王尖 尖强的意思 提醒小狼遇事坚强 少哭点王家大娘蒙点头 他也 觉得弟弟总爱哭 这样一点都不男子汉 王尖 他凑到弟弟面前 严余地叫了王家小狼一声 小家伙茫然地抬起头来 看中面前两个姐姐 不知道这是在叫谁 感觉是叫自己 可是他不叫王尖啊 小家伙看看自家姐姐 又看看徐悦 看不懂 乾翠继续低头画画板 徐悦忍不住轻笑出声 王家大娘却马上把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写在木板上 准备带回家去给不识字的阿爹认认 等阿爹告诉了阿娘 以后他就叫王军梅 弟弟就叫王奸了 名字对多数孩子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 平民百姓家中无人读书认字 为让孩子有个好听的名字 家长们会准备厚礼 来到族长或是本地豪生家中 请求人家帮孩子取个名 而这样的待遇多为家中长子长孙才有 女孩家 嫁人前按照排行叫着大娘二娘三娘 等嫁了人 便惯以丈夫姓氏 再加上自己的姓氏 称为某某氏 某某夫人 在家族宴会上 随口一个张王氏 就能引来好几个女子同时转头 尴尬相识一笑 此刻的王家大娘还没机会感受到这种尴尬 但他把名字拿给王大友看时 王大友却是高兴地直接把女儿高高举了起来 君梅 君梅地叫了好几声 那模样 庞扶要昭告天下 他家女子是有名字的 是与众不同的 晚间徐悦一家正在家里吃晚餐时 王大友领着两个孩子兴冲冲地来了 手里拿着一匹麻布 一只大肥鸡 说是要来谢过徐悦 只把王氏和徐大弄得哭笑不得 忙把这些东西给他塞回去 不过是小孩子随口取着玩的 孩子们自己喜欢就好 咱们大人就别掺和了徐大一边说 一边抽空隔空点点徐悦的头 就你批 徐悦耸奸 他也没想到大友叔会整得这么正式 王氏叮嘱王大友不要张扬 明著说是小孩玩闹不值一提 案里却是在替徐悦遮掩 免得引起街坊四邻的过分关注 天才神童什么的 以他们现在的身份地位不该有 王大友这才意识到自己有点激动过头 忙放小了声音 又特地回头叮咛女儿不要乱说 君梅 要是有人问起 是谁给你和阿坚取的名字 你怎么说 这就叫上了新名字 看得出王大友真的很喜欢自家孩子的名字 小君梅眼珠子咕噜噜一转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 坚定地看向徐悦 是幼娘 不过 小君梅视线一转 有些忐忑地看向徐大 小小声补充 要是外人问 就不能说是幼娘 要说是徐大书取的 显然 小女孩心里明镜一样 但她有她的坚持 她心里只认徐悦一人 徐大和王氏注意到这个细节 两人看看徐悦 又看看小君梅 暗暗在心里点了点头 觉得这个小女孩可以好好培养 阿爹或可能 但阿娘却是不会的 或许 两个大人也有他们的打算 徐悦心想到 来都来了 王大友父子三个便留下来 和徐悦一家吃了晚餐才离开 取名小插曲过去 日子一如往常 徐大和王大友早早出城找活干 王氏带着徐悦兄妹三个 外家王家姐弟在院子里研究怎么腌制仙材 这个时代有太多他们不会的生活技能 都得一样样学起来 要不然再没有超市 没有加工厂 什么都需要自己动手 才能丰衣足食的古代 迟早完蛋 傍晚时分 徐悦估算住 阿爹应该在收工回家的路上了 叫上哥哥姐姐起身准备做稀释时 王大友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 院内众人神色顿时一变 第七十五章 是他是他就是他 王氏快步从屋内走了出来 怎么了 君梅姐弟俩也惊慌地看住父亲 王大友边喘边说 徐大哥 徐大哥他被官府的人带走了 院内徐悦解缘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为什么 王氏皱眉追问 并示意徐二娘去给王大友端碗水来 你先把气喘匀了 再把事情经过告诉我王氏镇定的神色 让王大友慌乱无措 的心渐渐恢复 他接过水 猛喝了一大口 把气喘匀 立刻将半个时辰前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今天一早他和徐大两人就带着几个刚收的弟子出城到周边的村庄给人盘抗 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 活还没干完 就留下几名弟子做扫尾工作 他和徐大先走一步 但没想到 两人才刚进县城 迎面就冲过来几名官差 把徐大给请走了 王大友形容道 那几个官差看住客客气气的 上手就把徐大哥架了起来 还把我搁到一旁 单独把我徐大哥带走了 起初想着之前 刘差爷说的话 我还以为大哥要升官发财 可我回头越想越不对劲 就跑到刘差爷家 想问求个心安 没想到 敲开门 刘家嫂子却是 一脸惶惶地说 刘差爷五十就被太守府的人带走了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急忙跑回来找嫂子你了 说到这 王大友已经急出一头薄汗 脸色微红 想做些什么 却没有头绪 焦急地看住王室 等他拿主意 开头听王大友说到 徐大被官差请走时 王室就有不好的预感 现在再听到刘荣 早早就被带到太守府 各种信息 在脑海中过了一遍后 他可以肯定 这绝对不是被太守看中 即将升官发财的预兆 古人重礼 特别是那些世家大族 更是讲究这些 真要请见一个人 绝不会在傍晚 十分突然把人请走 连张败帖都没有 而刘荣 他们两家落户县城 就是有他的担保 才能成功 太守府把他叫走 肯定是怀疑 他们徐家有点什么 但他们一家 有什么能让太守误会的呢 要说火炕帮的声威 日渐壮大 确实扎眼了点 可光凭这点 根本不值得 堂堂一郡太守 为此特意计较 那还能是什么事情 正困惑住 一脚被扯了一下 王室低头看去 就见徐月不知何时 已经已在自己身旁 正睁着两双乌溜溜的大眼 冲他眨了眨 小口微张 无声说了两个字 暗杀 王室顿时一个机灵 是了 刺杀太守的真正幕后凶手 至今还未归案 这时 徐二娘眼前忽然划过年前 某位跳墙而来的游侠 那张嚣张面庞 毫无头绪的各种讯息 顿时就串联了起来 完了 徐二娘狠狠一跺脚 惊呼出声 是他 墨孝成就是那名刺客 母女三人对视一眼 真是真是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眼看着徐家母女几个 似乎都有了思绪 旁观的王大友目露茫然 一头雾水 什么王啊 什么是他 是谁啊 你们在说什么 王大友焦急追问 王室摆摆手 不予同他多说 将他也牵扯进来 不过现在他们三人的猜测 也只是猜测 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件事 被牵扯进来 还需要确认 王室对徐月兄妹三人吩咐道 你们先留在家里 我和你们大友 竖出去打听听 徐月兄妹三人点点头 目送两个大人离开 焦急地在院里 夺步 随着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徐月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晚餐已经没心情去做 兄妹三人 加上王军美姐弟俩 一起热了点中午剩下的饺子 胡伦吃完了晚餐 徐月那份不安感 愈加强烈时 外出打听的王室 和王大友伴住夜色回来了 一进家门 王室就冲兄妹三人 重重点了点头 事情果然和太守遇刺案有关系 火炕帮的弟兄 亲眼看到徐大辈 带进了太守府 而不是进了县衙 做了晚餐吗 王室问 王大友在旁不停地嘟囔 这可怎么办啊 王室面色沉沉 什么也没说 徐月摇头 见阿娘一副要吃晚餐的意思 忙和子子一起去烧起炉台 煮了一锅疙瘩汤 吃吧 王室端给王大友一大海碗 便拿起自己那碗 快速吃了起来 吃了两口 见徐月几人 焦急地望住自己 眼神示意几个孩子一起吃 吃饱饱的 才有力气 快吃 王室用温和的语气催促到 但就是这么一句话 让徐月兄妹三人 都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兄妹三人面面相去 徐大郎确实没吃饱 给自己成了满满一大碗 而徐二娘和徐月姊妹俩 都摇摇头 转身进了屋子 徐二娘把屋里的柜子盒子 全部打开 将里面的东西 都拿出来丢到床上 徐月抽了一块床单 把这些衣服 被褥全部打包捆好 收紧研究室的小厨房里 飞快收拾完一个房间 姊妹俩继续奔赴下一个 家里重要财物 一直都在徐月的研究室里 现在姊妹两个 只需要打包一些 日常用品和衣物被褥 很快就把该要打包的东西 打包好了 小小的厨房 挤进来这么多东西 直接堆到了天花板 看住身前这个自己一家 住了四个月的房间 和大火炕 徐月不舍地叹了一口气 关上屋门 来到院子里 此时 在厨房旁吃晚餐的 王氏几人 已经吃完了东西 母子四人对视一眼 一起经历过苦难的默契 让他们一个眼神 就能领会到对方的意思 王氏站起身 对王大友说 大友兄弟 你带君梅和阿坚 先回家去 把家里重要的东西 都收拾起来 我们一会儿过来找你 王大友看看 母子身后 已经落了锁的房子 又看看王氏 沉浸的面庞 犹豫地皱了会儿梅 便带着自家两个孩子 回家收拾去了 昏暗的小巷里 王氏提着灯笼 走在最前边 徐月三兄妹跟在后头 母子四人 行事匆匆 像是要去什么地方 走到巷口 王氏示意三人再次等待 压低茂盐 拿着徐月递来的那瓶胡椒粉 朝前方那间 关了门的店铺后门走去 第76章 还说你不会武功 不多时 王氏就提着一个 装满小金饼的麻布袋 出现在兄妹三人身后 将袋子丢给徐月拿着 招手示意三人跟上自己 阿娘 咱们不去找阿爹吗 空旷的街道上 雨还刻意放低了声音 轻声询问 小小的脸蛋微微皱了起来 有点犹豫 就这么丢下阿爹跑路了 会不会不太好啊 走在前边的王氏 回头看了小女儿一眼 没回答她的问题 只说留给她们 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徐月闷闷地窝了一声 知道阿娘自有安排 不再问了 但心里还是很担心 自家阿爹现在的情况 也不知道 他现在是活着呢 还是已经被人咔嚓了 阿梯 刚要踏入那间 灯火通明的大厅时 徐大一个 没 忍住 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把跟随在旁引路的主部 惊得跳了一下 抱歉抱歉 徐大揉揉鼻子 一边同那主部拱手表示歉意 一边仰头四处看了一圈 阿妈是哪个王八糕子 被地里诅咒老子 不过话说回来 他今天真是倒霉 他娘给他开门 倒霉到家了 什么鬼都能让他遇上 好端端的 居然被请到太守府 也不说是什么事 就把他关在一间小黑屋里 过了整整一个时辰 饿得他差点要去啃柱子 才派个死老头子过来 说太守要见他 徐大一看那主部的黑脸 心里当即就是咯噔一下 再出门来到院子一看 好家伙 全是手中持刀 凶神恶煞的守卫家丁 一个个都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好似要把他给生吞活剥了 顿时徐大就想转身回到那间小黑屋 挨点饿算什么 壁鼓他也是可以的 可惜 刚退到小黑屋门口 康庄大盗就被两把大刀给拦住了 徐大一点都不怀疑 要是刚刚自己停下的脚步 再慢那么一点 脑袋已经搬家 请吧 主不黑住脸 朝大厅内做了个请的手势 请徐大进去 徐大佯装茫然地倾咳两声 胆胆身上的皮球 一股羊皮骚味儿随风飘出 成功引起大厅里 那位盘西坐在高位上的中年男子的注意 他抬眼瞥了过来 徐大款步入大厅 给人盘了一天的火炕 还来不及回家洗洗 就被人带到太守府 整个人棚头垢面 像是在泥地里滚了一圈 脚下的草鞋 踩在华丽柔软的大红毯上 一不一的泥印 主不盯着那两排脚印 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 忍无可忍 清赫道 站住 徐大应声停下 回眸尴尬一笑 主不逆了他一眼 再次喝倒 见了太守大人 还不跪下 跪 徐大笑眼微微瞇了起来 并没有跪下 而是拱手朝着大厅正中间 鞠了一礼 小的徐大 拜见大人 袁松宇主不对视一眼 主不走了出去 却没有人叫徐大起来 徐大躬身等了片刻 身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微微侧身撇去 就见一身拆服的刘蓉 垂手跟在主部身后 走了进来 路过他时 看都不看他一眼 一副心虚模样 徐大一看着架势 虽不知自己到底犯了什么事 但也清楚 事情大条了 主部和刘蓉越过徐大 来到袁松面前 两人各行了一礼 袁松抬手 徐大这才能跟住两人 一起支起身子 太守袁松 身住绸缎毛球长幅 国字脸 五官端正 透着威严 他先问 刘蓉刺客搜查一事 办得怎么样了 然后又问刘蓉 城里那些游侠 都盘查了没有 连层两问 刘蓉都答得含糊 但太守似乎并不在意 他回答得怎么样 挥挥手 两个守卫走了上来 一左一右 把刘蓉架了出去 徐大目光一路追随 亲眼看着刘蓉被拖到院子里 仗打三十晕死过去 心猛地沉了下来 他心中已然明白 太守这两问 真正问的人是他 刺客 游侠想到年前来劝自己 一起入伙 刺杀太守的游侠头子莫孝成 徐大气得直摸后草牙 恨不得咬死这冤重 果不然 太守再次发问 证实了他现在已经成为 刺杀太守嫌疑犯的事实 本大人早就想见见火炕帮的徐大师 奈何一直忙住公务 不能腾出时间 今日才得以一见 徐公果然是 太守袁松扫了眼徐大 蓬头垢面的样子 夸赞的话 实在是说不出来 他叹了一口气 话风突转 有人看见徐公宇那伙刺杀本大人的 眼周游侠见过 是吗 眼周的游侠 徐大总算知道 为什么自己会立刻成为刺杀案嫌疑犯了 感情那伙游侠和他是一个地方来的 这简直是天大的冤枉 一个不好 小命不保 徐大大脑飞速转动 再次躬身下去 解释道 大人有问 小人不敢隐瞒 年前 确实是有一名游侠 突然翻墙进了我家院子 意图逼我教他盘抗的手艺 小的没有办法 为了家人安危 只得把这门手艺传给了他 但是 小的真不知道他就是 刺杀大人您的刺客啊 要是知道了 小的就是冒着全家死绝的风险 也定会及时找到大人禀报的 徐大感觉自己要冤死了 抬眼偷看了看太守的神情 本以为他还会和刚才一样一脸的严肃 却没想到 他居然笑了 徐大立刻明白过来 这不过是个试探而已 太守既然能够查到 刺杀自己的凶手是谁 又怎么会不知道 他徐大到底是不是凶手 但明知道他不是凶手 还要试探一番 可见面前这位太守 是个疑心疾重的人 这种人 宁可错杀也不会放过 他的危机远远没有解除 袁松抬手示意徐大起来 壮丝不经意地问 听说徐公还会武功 刚站起的徐大又不得不弯下腰去 答道 不知大人听了谁的胡言 小的不过是个普通的 再普通不过的平民 哪会武功啊 袁松摇头 刘荣亲口说的 又怎会是胡言 徐公莫怕 本大人好奇而已 眼周到济周的灾民 就来了你们两家 若徐公不会武功 又如何躲过这一路上的匪徒 徐大一脸无奈 小的真不会武功 只是好运而已 话音未落 杀其突生 一柄利剑刺了过来 要他性命 徐大谋光一暗 迅速以指为前 夹住锋刃 浩瀚内力 倾注其上 两指一谈 只听得翁一声低鸣 长剑碎裂 持剑之人 被震飞出去 狠狠撞到原柱上 宫颈间 吐血倒地而亡 大厅内 众人 全不禁地往后猛退一步 看中那个副手 站在大厅中央 蓬头垢面 却自有一身 超凡气度的男人 惊骇不已 袁松狠狠咽了口口水 指着徐大的手 微微颤抖 徐大 你还说你不会武功 第七十七章 真尿顿 大厅气氛 变得诡异起来 你不说话 我也不说话 事先在死去的侍卫 和徐大之间流连 这反应和徐大预想中的 完全不一样 从出手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已经做好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准备 没成想 居然没有一个守卫 进来抓他 这就很 令人费解 徐大副手立在大厅中央 淡淡扫了眼 伸手指住自己 嘴唇颤抖 欲言又止的太守袁松 决定自己 给自己造个台阶 嗨 他以手作拳 放在唇上 轻咳了两声 见袁松看过来 尴尬地笑道 不好意思 性命攸关 下手重了些 小的真是无意冒犯大人 还望大人见谅 主博反应最快 立刻让人 把死去的侍卫抬出去 又换了一条崭新毛毯 庞扶刚刚的一切 都不曾发生过 袁松也回过神来 他本就有招揽之意 只是对徐大身份 有所怀疑 这才三番两次的试探 但现在见他 不但不计较 侍卫拔剑一事 还有谦卑顺从之意 大手一挥而 押换家丁余冠而出 搬来按紧坐垫 酒水好事伺候 架势摆开 打算同徐大 好好谈谈 心字待遇问题 两人各自入座 好像才第一次见面 你笑我也笑 但就是探不到 对方的真实想法 一番试探下来 袁松也察觉到了 徐大的拒绝 神色微变 徐大抬起面前酒杯 笑着敬了一杯 心里却在冷笑 眼下这个情况 他的拒绝 看在外人眼中 多少有点不识抬举 但他已经看透了 面前这位太守 跟住这样一位 疑心病重症患者 那就是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 别说做一番事业了 就是日常行事 一个不顺他意 如今日这般的 要命意外 怕也将成为家常便饭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徐大以为 他就算要屈尊效命 也该是个民主 而不是袁松这种 依靠祖宗盟的庸才 来人 给徐公倒酒 眼看徐大酒杯空下 袁松对旁边 伺候的侍女吩咐道 侍女鸟鸟上前 容貌秀丽 略施粉黛 低眉顺眼 如天鹅般的雪白场景 微驱住 捏起白瓷玲珑酒壶 撬住兰花纸 为徐大针酒 若有肆无的香气扑面而来 又是一声娇嘀嘀的 徐公顷 骨头都酥掉一半 徐大一挑眉 伸手接过酒杯 下意识地想要撩拨一句 脑海中却突然映出 王氏拉宫搭建的锐利眼神 顿时一个机灵 将要脱口而出的美女三个字 顿时卡在喉咙里 只能眼睁睁看住 侍女轻浮长袖 飘然离去 干 徐大端起酒杯 仰头就准备酒壮耸人胆 鼻尖忽然嗅到一缕 混在美人香里的凉气 端酒的手当即一顿 这杯酒里有毒 袁松几乎是立刻就端起身前酒杯 一派坦诚招揽之意 徐公请 徐大安骂 你这小人 面上神色突变 熬得叫出了声 脸色当即变得煞白 急忙把手中酒放下 捧腹起身 四股焦急追问 茅测在哪里 问住话 像是忍不住了 两腿夹紧 一副快要憋不住的模样 袁松神色突然冷了下来 但见徐大这焦急神色 不似作假 想着人有三级 又有点性了 正犹豫间 徐大已经逮捕主步 问出茅测方向 风一般冲了出去 主步与袁松对视一眼 带上几名侍卫 随后跟去 这时的茅测 也叫混恨测 而混也指猪圈 猪圈加上茅测的构造 就叫混测 混测像一座小塔楼 共有一层半 下面半层是半场的样式 用于养猪 第二层就是茅房 由于味大 一般建在院子最偏远的地方 靠着院墙 人在上面拉屎 猪在下面吃屎 而猪养大后又被人杀了吃掉 那画面 徐大想想都觉得刺激 足以令人窒息的臭味扑面而来 徐大急忙晃了晃脑袋 把脑海中关于人 是 猪的联想甩开 提起一摆 毅然踏上了第二层 太守府富裕 脚下猪圈养了十几头猪 鲁鲁鲁的叫唤柱 好不热闹 徐大望住脚下 比盆还大的石坑洞 又看看那张张 急迫扬起的猪脸 听着混厕所外 主部的询问声 狠狠一咬牙 从洞里跳了下去 落地无声 只有鲁鲁鲁的肥猪叫唤声 后续是史书有记 和间太守 携先祖入府 遇招揽其为门客 然太守人品卑鄙 先祖毅然拒绝 被困于太守府 集中生一致 假借混测尿盾而走 是以仙家主徐悦批示 我父侍的大聪明 初春的夜晚 还透着一股寒意 大厅内烧着探盆 盆内温住酒 酒水翻滚着 一如太守袁松 此刻内心的胶着 他第十一次朝门口张望 不耐问道 怎还不回来 莫不是掉进了 上厕所未诸去了 正喝问住 就见主部领着几个侍卫 急急忙忙的 跑了回来 边跑边喊 大人不好了 徐大不见了 袁松疼得拍桌而起 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人 怎会不见了 主部也很费解 摇头茫然哭道 不知道啊 下官在早厕所外 亲自守住 绝不可能让他逃走 除非 除非他 想到不走上厕所大门的 某个离开方式 主部都有点 不敢相信有人 可以挑战这个极限 一时雨色 袁松也是惊呆了 但还不等他亲自过去看看 又有一名守卫大喊住 八百里急报 冲了进来 急报 袁松脚步一顿 接过守卫 递上来的秘性一看 神色大变 主部好奇上前 凑过去一瞧 主仆二人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狂喜 挟持天子企图号令天下的董星死了 现在洛阳旧都只剩下一个除弱的小皇帝 谁能先赶到洛阳 就能成为下一个董星 快 快去准备车马 立即前往洛阳旧驾 袁松大声喊道 激动的连声音都在颤抖 整个太守府都忙碌起来 火把点起 灯火通明 在至高权力的诱惑下 徐大这个潜在危险分子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也因此 徐大顺利逃回家中 他忍辱负重从混测前出 只为不打草惊蛇 给家人留足逃跑时间 但万万没想到 这些家人们一个不胜 全部弃他而去了 看住眼前又黑又冷清的院子 徐大蹲在早已经冷下来的炉台前 默默抱紧了自己 弱小 可怜 又无助 第七十八章 拜拜就拜拜 师父 师父 处在变生期的沙哑声 从身后传来 暴戏绝望的徐大 闻声扭头看去 就见少年鬼鬼祟祟 从门缝间钻了进来 徐大眼睛刷得一亮 激动喊道 悟空 被换作悟空的少年 跪在徐大面前 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这才起身 欣喜地望住他 师父您真回来了 这位少年 就是第一批 前来拜师学艺的弟子之一 姓孙 小明阿山 随着火炕帮的弟子团队 日益壮大 为方便管理 徐月让徐大 收了几名有潜力的弟子 为入室弟子 不但传授他们盘抗手艺 还教导他们 如何管理团队 为了方便记住 这些弟子的名字 徐月给前三位师兄 分别取了名字 大弟子阿山 聪慧好学 机灵有眼色 又姓孙 徐月就给他 取了个悟空的名字 在孙阿山之下 还有姓朱的武叔 老师肯干 取名八戒 为二师兄 二师兄之下 还有三师兄 为人圆滑机敏 换作悟镜 没有看过四大名著的 徐大头 回听到这三个名字 就觉得这三个名字 太妙了 果断给弟子们 赐了新名 师娘要我在这里等您 师父 您跟我来 孙阿山一边小声说 一边伸手去扶师父 面对徐大那一身的臭气 尊敬不减半分 徐大心下感动不已 加之大悲大喜 情绪波动太过剧烈 眼圈都红了 孙阿山看住师父 这狼狈模样 心疼不已 蹲下来就要背他 徐大看住少年人 这单薄的脊背 又怎能忍心挫 白白手 师父俩猫住腰 趁着夜色 往承熙急步兴去 承熙正在修缮城墙 年前下了一场大雪 积雪过多 本就年久失修的城墙 再也支撑不住 在雪化之时 轰然坍塌 没办法 只能重建 几百工人 从年后一直忙到现在 城墙已出去雏行 但为了输送材料 进出方便 留下一些门洞 还没来得及封起来 只派了人 在门洞口日夜巡逻 前些日子城里刺客闹得凶 门洞前日夜都有官差看守 现在风头渐渐过去 看守的人也懒散下来 徐大道的时候 往日那些守着工地的官差们 早已经睡得一塌糊涂 一股浓郁酒气随风飘来 门洞下摆满了散落的空酒坛 而他心心念念的家人们 一个不守 正站在新建起来的城墙下 排成一排 望住他 那神色 惊讶中透着两分愕然 关注点都在他狼狈的身形上 一点都没有见到他的喜悦和意外 男人的崩溃 往往就在这一瞬间 徐大捂住 彭扶被奸针猛扎的胸口 咬牙喝问道 你们居然一个都不来救我 面对阿爹的质问 徐月小小声答 我惦记阿爹来住 只是徐月看 向身旁的阿娘 王氏将徐大上上下下扫了一遍 嫌弃地捂住口鼻 一本正经道 我相信你的实力 小小一个太守府 对你来说不是问题 徐大怒问 所以这就是你们不来救老子的理由 母子四人齐齐点头 无比默契 徐大 我可真是谢谢你们 徐二娘看看门洞下 那几个睡得打汗的守卫 催促道 我的催眠术时效就要过了 再不走 就都别想走了 徐月闻言 忙去看怒气冲冲的阿爹 强忍着恶臭 扯了扯阿爹的衣角 阿爹 我们赶紧走吧 面对小女儿软萌的讨好笑脸 徐大翻涌 都委屈这才稍好 他看看门洞下昏迷的守卫 又看看面前妻儿们 一切准备就绪的模样 勾一吻 都准备好了 王氏汉手 冲站在一旁的孙阿山 点点头 试一踏快 回去 孙阿山不知师父一家 到底招惹了什么麻烦 才要连夜举家出逃 但师徒一场 还是恭敬跪下 给师父师娘磕了个头 少年人抬手 对天保证 弟子日后定将火炕帮 发扬光大 师父 师娘 师兄 师妹 你们就放心走吧 说完 红着眼眶 依依不舍地看了五人一眼 决然转身 顿入夜色中 徐大感动 这是个好苗子 如果还能留下 我亲自指导一番 将来前途不可估量 徐大叹气 可惜了王氏打断徐大的感慨 牵起徐二娘 示意徐大郎拉好徐月 一家子亲手亲脚 越过那几名守卫 出了那小小门洞 出了城 往前走两百余米 一个大汉举住火把 赶着敞烹牛车 从树林里迎了出来 牛车上还坐着两个 身披球衣的孩子 正是王大友一家 徐大哥 王大友激动地低唤一声 将牛车赶到一家五口面前 示意他们快上车来 在车板上 烧着小火炉 炉上是个陶瓷大碗 小军煤正在煮水 而弟弟阿坚微张住小嘴 已在子子腿上酣睡 徐大出城时就在想 还有王大友一家 留在城里没来得及通知一声 没想到家人们 把他想到的 都已经提前想到了 顿时惊呆 他愣愣看住面前 依序爬上牛车的家人们 正正问道 你们怎知我们要逃了 这也准备得太充分了吧 依照这个工作量来推算 起码在他被抓进 太守府的那一刻开始 他家这群人 就已经在位跑路准备了 他忍不住再次震惊追问 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坐在车员上 吹着清晨湿漉漉的冷风 徐大大脑持续荡击中 不过还没等他脑中开机重启 人就被徐大郎 无情地丢进冰凉的河水中 少年个子不大 力气不小 徐大就像一只破布娃娃 被他摁进水里 当了三档 直到把那满身的污秽 冲刷前进 这才放手 春风撂翘 阴雨连绵 徐大站在河边 狠狠打了个喷嚏 彻底清醒 望着车上的家人们 和王大友父子三个 忽然觉得 小丑就是我自己 他到底是那根筋梅搭队 居然以为这些家人 需要他忍辱负重 小心翼翼逃出 前来报信 不小心撇到两个闺女儿 悄悄用煮开的水 沾石抹布 把自己刚刚做过的地方擦了一遍 又喷了喷小女儿 最宝贝的消毒液 徐大只觉得自己 整个人都不好了 但也莫名地 长输了一口气 有这样的队友 躺着都能赢 一个小太守 又算得了什么 离了一个河间 还有千千万万个河间 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更乖 第七十九章 逃跑素质高 伴着绵绵春雨 车轮滚滚向前而去 却见路边小花 摇摇晃晃地张开 粉扑扑的小脸蛋 用最灿烂的笑容 迎接春天的到来 河边柳树冒出绿芽儿 徐月靠在哥哥怀中 伸手折下一截 编了一个柳条帽带上 得了家人们的夸赞 一点都感觉不到离开的不舍 又应有家人们在身旁 虽不知未来在哪里 但也没有一点对未来的彷徨 花九千钱买的大青牛很有劲 徐二娘给他为了上好的料子 跑起来飞快 等袁松和主步腾出手 派人杀到城北徐家院里时 一家人早已经跑远了 两扇木门被踹倒横在地上 十几名侍卫 都是太守府中精心培养出来的高手 怕的就是徐大纳一身高超武功 所以特地准备了精英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前后不过两个时辰的功夫 这一家人就跑得没了踪影 院子里前前进进 连根柴火都没剩下 害得他们差点以为自己找错地方了 忍痛跟住侍卫们来 准备戴罪立功的刘荣对天发誓 说这里就是徐家人的住所 众人这才信了 但徐家这逃跑素质 住时是惊呆了他 以至于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凡是听见徐这个字 刘荣都忍不住打个寒颤 徐家人没找到 一行人又冲到王大友家 结果推门一看 别说人了 连根鸟毛也见不住 这下可没办法回去 同太守交差 十几个人把邻里街坊的房门 全部敲开 仔细盘问 又把火炕帮的弟子们归拢起来 挨个逼问过去 质问徐大和王大友两家 到底哪去了 然而 火炕帮的弟兄们 压根就不知道 祖师爷什么时候离开的 反倒惊讶反问这些侍卫 他们祖师爷哪里去了 双方人马 你看我我看你 一个比一个更茫然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最后实在问不出两家下落 十几个人熊照干气昂昂的来 黑着脸急匆匆出城追人去了 而此时的徐悦一家 已经走出河间县城 来到一处偏僻小村 春雨绵绵的下了一天 路上泥泞湿滑 离城越远 路面越窄越陡 牛车渐渐走得慢了 不过一路上王氏和徐二娘 都在掩盖痕迹 料想就算身后有人来追 也寻不住他们的踪迹 天色将晚 雨滴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两家人入的村庄 正要寻一个住处 忽然听见一声不确定的姑娘 传了过来 徐悦众人寻声看去 只见一老翁挑着沉沉的一单柴火 从山路上走下来 惊喜又不确定地看住徐悦 再次换了声 姑娘 是我呀 年前 大雪给你家卖柴的老翁 你还给了我一壶热水 可还记得 王氏徐大等人全都看住徐悦 徐悦定睛仔细一看那老翁 脑海中那一点淡淡的记忆忽然涌现 惊讶问道 老翁 原来是你啊 你家在这里 徐悦指着前边的小庄子 老翁笑着点了点头 徐悦顿觉惊讶 这小村庄距离县城近四十里路 当初又是大雪天 还要拖着这么笨重的柴火 别说是一个老翁 就是力大如牛的徐大郎 要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下拖住这么多柴火 去到县城里 恐怕也吃不消 这老翁真是厉害 老翁见徐悦一脸的惊讶 淳朴地笑了下 询问他们这是要去哪里 得知徐悦一家准备找个地方借宿 热情地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住 这么爽快 这么热情 徐悦都被弄得不好意思起来 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问道 老翁 你不怕我们是坏人吗 老翁换了一边 肩膀挑着柴火 空出一只手摆了摆 感激到 姑娘多亏你那一壶热水 不然那日 我差一点就走不到家了 你这么善良的小姑娘 又怎么会是坏人 眼看徐悦有意追问 那日发生的事 老翁忙招呼他们跟自己走 不想跟他讲太多那些惊险的事 两家人对视一眼 如此热情 怎好拒绝 徐大郎和王室从车上跳了下来 让老翁把柴火放在车上 便跟住老翁去了他家 入院时 天已经黑透了 三间茅草房 最中间那间亮着火把 橘色的火光照亮了不大的院落 里面放满了老翁打来的柴火 一叠一叠堆成了小山包 再在上面盖着草溪挡雨 等天晴了 多晒两日 就能用车拉到城里去卖 那时的柴火乾爽好然 很快就能卖完 院子本来就不大 再放一辆牛车更显逼则 人都不好走动 老翁家里还有一个老妻 以及两个儿子 大儿子已经成婚 还有一个小孙儿 住在东屋 小儿子还没成婚 住在更小的西屋 老两口住在堂屋后边 用木板搭起来的床上 本来就显得拥挤的房子 一下子涌入徐悦一家 和王大友父子三人 大人小孩家一起总共八个 只能在小儿子的房间 和堂屋中打的铺 徐大和王大友 外加老翁家小儿子一起睡堂屋 王氏则带着孩子们睡在西屋里 老翁的妻子身体不好 大儿子腿也有点薄 家中来了客人 是大媳妇招呼的 这位老师的媳妇 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外人而怠骂 反倒十分热情 言语不多 但嘴角总是带着腼腆的笑 让徐悦这几个孩子多吃点 徐家是绝不吃白食的 徐大从用来掩人耳目的木箱中 舀出二十公斤粮食 倒进了老翁家的米缸里 等老翁家媳妇发现时 两家的粮食早已经混在一起 差点把小媳妇给急哭了 家翁的命都是姑娘救的 本就该我家报答你们 又怎好要你们的粮食 小媳妇一边红着眼圈 一边羞愧道 这救命之恩徐悦真的不敢当 他只给了一壶水而已 急忙白手解释了一番 小小的人儿还要倒转来哄他 要喊婶子的长辈 那画面 莫名有几分好笑 老翁无奈摇摇头 让媳妇别哭了 粮食的事就此作罢 吃饱喝足 众人准备歇息 走进西屋 徐悦一眼就看到挨住墙的火炕 当即扭头问门外站住的老翁 这里也有人来盘炕了吗 多少钱一个 可是二百钱一个炕 徐悦本意只是随机抽查一下 火炕帮的弟子们 有没有严格遵守帮 归 没想到 喜获火炕帮弟子两名 第八十章他能吹一辈子 这炕是我小儿子盘的 刚跟了师父学的手艺 从年后开始 就一直在村里给大家伙盘炕 也赚得少许家用 老翁感慨道 咱祖师爷不像其他匠人那般 守着记忆不肯外传 我们火炕帮祖师爷 心系天下贫苦百姓 不拿咱老百姓一针一线 只要肯尊门规 用心去学 他都如那书生们口中的 孔老夫子一般 有叫无类 是吧 是有叫无类吧 自己没文化 老翁也不确定自己这个词 用得对不对 偏头问深厚的 小儿子 见他点头了 这才又继续说 多少弟子阴住这门手艺 得以在这艰难世道过火 又有多少百姓阴住这火炕 冬天不再被冻死 徐宫才是真正的大善人 说到这 老翁又想起前年冬天 被冻死的老母亲 不禁红了眼眶 叹道 我阿母无福 等不到徐宫 但我自我孙却是有大福气的 等来了徐宫 往后再到冬日 就不怕被冻死了老翁朴实 这语言 传达出来的却是 亲身体会过严寒的人 才能感觉到的幸运 老翁说着 又有点不好意思的 对徐宥说 姑娘 今年冬天 我家柴火好卖了呢 我虽不知道 姑娘一家遇上了 什么难事 但你们要是暂无去处 可以在我家多住几日 如今老翁 也给得起你们几日饭食了 老人家言语间 透露出的自豪 让看多了 穷困潦倒的徐宥 愣征许久 有记得过年之前 老翁身上的衣装 单薄的可怜 但现在在看 好像补丁都少了 穿的是一件 七成星的包 对了 老翁像是才想起什么 抱歉问道 还不知道女孩姓名 姑娘你叫 徐悦 徐悦微笑答道 徐 老翁一正 徐悦翘起嘴角 眼中含着几分细血 抬手往老翁身后的徐大一指 他叫徐青阳 我阿爹 城内街坊都叫他徐公 听得这话 老翁和他正在帮忙 打得铺的小儿子顿时一惊 盲看向正在整理被褥的徐大 两人面上神色 从难以置信 逐渐过渡到惊喜 最后 父子两人对师一眼 无措又慌乱地整理好衣裳 起其拜了下去 火炕帮二代弟子 拜见祖师爷 火炕帮三代弟子 拜见祖师爷 徐大师诗然起身 抽空瞪了徐悦一眼 而后轻渴两声 抬手将老翁父子俩扶了起来 你们师从何人 徐大温柔询问 先前老翁从不觉得 这青年人有什么不一样 但此刻 他却在他身上看到了大势风范 想到自己居然能够亲眼见到大名鼎鼎的祖师爷 老翁激动得老脸战红 嘴唇颤抖着 半天说不出来一句完整话 年轻人到底要多些虎气 小儿子替父亲答 回禀祖师爷 阿爹师从悟进三师父 我则拜在大师父悟空守徒与铁柱门下 哦 还有我们 村的狗蛋木敦 他们也都是火炕帮的弟子 还有隔壁几个村落的 入门比我晚些 还要叫我师伯呢 大家伙正想着等天好了 一起进城拜谢祖师爷大恩 没想到 没想到 年轻人也激动不已 唾沫都飞到了徐大的脸上 徐大保持着和煦的微笑 也不恼 好笑皆道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我了 是吗 年轻人激动得连连点头 徐大叹息一声 摆了摆手 莫激动 说来恐怕我要连累大家了 出了些事 日后你们不要再提我的名字 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父子二人听见这话 琪琪变了脸色 但不是因为徐大为自己带来了麻烦 而是担忧祖师爷的状况 小儿子年轻气盛 立刻喊道 祖师爷 您若是有困难只管说 咱们火炕帮弟子不怕苦不怕难 待我聚集个村口喊一声 咱们一百多弟兄祖师爷 您尽管派遣 看谁敢欺负您 徐大冷了 徐月也冷了 父女俩万万没想到火炕帮 已经在人民群众之中 打下这么坚厚的基础 赵老翁家小儿子这个说法 整个河间村镇里 岂不全是他们火炕帮的弟子了 这才四个月啊 发展竟然如此快速 太守他知道吗 徐月猜想 八成是不知道的 要是太守知道 阿爹在城市之外的乡野山村 已经有这么大的声望 杀手肯定已经追上来了 而不是这般不轻不重的 打酱油是追击 父女俩暗暗对视一眼 觉得这河间郡不能再待下去 因为现在这股势力 他们还无法驾驭 一旦玩脱节了 怕是要被迫成为 第二个陈胜吴广 想想他们的下场 溜了溜了 不过未来的事 谁也说不清楚 眼下这个乱世 是危机也是机会 现在市威 一不小心就会被迫成为 陈胜吴广 昙花一现 但在所有人都还没意识到 农村基层力量的时候 让这股力量 自己按照他本来的道路 默默发展下去 以后必定是一股庞大的力量 一群匠人而已 还不足以引起 施加门阀的注意 徐悦又给阿爹递了个眼神 火炕帮不必张扬 但还有存在的必要 于是 徐大道口的散伙吧 变成了叮嘱他们低调行事 不要提起他这个祖师爷 好好把手艺发展下去 传递给更多人 解救更多受寒冷折磨的平民 我徐青阳自己的事 和火炕帮无关 你们也不用惦记我 来日方长 有缘还会再见 徐大淡淡说道 眼中是对弟子们温柔的期待 老温和他小儿子感动不已 没想到祖师爷 居然这么关心门下弟子们 宁愿自己一个人 默默承受一切苦难 也不想连累门下弟子 这样的好师傅 能够遇见是他们最大的幸运 祖师爷放心 弟子谨记祖师爷叮嘱 必定将祖师爷的话 传达给其他弟子 从今往后 火炕帮低调行事 再不提徐公弹事 日后只要加入火炕帮的弟子 他们一定会告诉他 火炕帮里有一位伟大的人 名唤徐青阳 祖师爷您自己也要保重啊 老温父子二人敬重说 徐大兴未点点头 表示自己会的 众人终于要歇息了 想着自己今晚能和祖师爷睡一张地铺 小儿子激动得一宿没睡 年轻人幸福地想着 与祖师爷同情这件事 他能吹一辈子 第八十一章远房亲戚 在老翁家住了一晚 徐悦一家继续启程 他们不能在这里久留 但接下来要去往何处 确实要好好考虑啊 徐大眼珠子一转 开口道去投奔咱姑奶奶 徐悦众人 啊 他们不是已经没有亲戚了吗 哪里来的姑奶奶 徐大勾传一笑 神秘兮兮地说 还记得之前我同你们说 咱们家祖父那辈 有为唐祖父混出了点样子的是吗 王大友不知徐家本来情况 默默赶车 竖起耳朵听 不参与话题 因为选择跟徐家 从河间县城逃出来后 他就知道 自己一家和徐家这辈子 都是一条绳上的炸蟒 他们去哪儿 他就去哪儿 只可惜了孩儿他阿娘 一个人孤零零留在了陌生的土地上 哎 不想这些了 他一个人好好带着军媒和阿坚 跟住徐家一起 这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到时候他们再回来迎接他们阿娘 王大友不再想这些 一边赶路 一边听着车上徐悦一家说话 徐大说 我唐祖父一家不是发达搬走了吗 听说他把他家的独女 也就是我唐姑母 嫁进了幽州公孙氏 这公孙氏可是正儿八经的施家豪族 有人在朝中做大官的 幽州几郡太守都是公孙家的人 咱们唐祖父能攀上这门清 不知道费了多少心力 咱们还有这么厉害的一门亲戚 徐悦有点不敢相信 同是一只 唐祖父家直接实现了阶级跃升 还是连跳几级那种 为什么他们这一家混成了这样 王氏和徐二娘也不信 在这种门阀风气盛行 只看出身的封建时代 幽州公孙氏是有多想不开 才会冒着被其他世家嫌弃绝交的风险 迎娶一个平民商谷女子 难道这位姑奶奶冒入天仙 倾国倾城 徐二娘忽疑问 这是她唯一能够想到的理由了 来人嘛 看到美人总是要降制的 搞不好就是被美貌给迷晕了 面对家人们不相信的眼神 徐大不太自然地倾刻了两声 嗨嗨 那什么 她是做济世徐月几人恍然大悟 原来是做济世 那的确 有可能 但这也还不够啊 世家大族的济世 也会选世家大族 最多从嫡女选到庶女而已 要是公孙氏这种大家族 二婚也能选嫡女 徐大尴尬地又补充说 是庞系的卢子 众人没了 大家族的庞系卢子 一般人家费尽心机才能当个济世 这个社会果然够现实 但要能磨到大家族的庇佑 在这个乱世之中 就已经是许多人想求都求不到的好情事 徐月追问 咱们家唐姑奶奶在幽州哪个地方 徐大仔细回忆了一下原生残留下来的模糊记忆 不太确定的道 应该是于阳俊因为15年前我爹还在的时候 我收到一封我唐姑母从于阳俊送来的信 说是唐祖父不在了 请我爹去参加葬礼的 可惜 他们烧信来也不说顺带 烧点路费 我爹穷得要死 根本拿不出路费 就没去成 也不知道你们那位唐姑奶奶会不会记恨咱们说到这 刚刚还兴致勃勃说要去投奔亲戚的徐 大忽然也没了底气 古人重礼 还是丧礼 唐姑奶奶又是独女 算起来整个娘家就剩下他们这一门亲戚了 换位思考一下 你不远千里托人烧信 让父亲唯一剩下的亲戚过来参加葬礼 可等到你爹都下目了这伙亲戚还没来 是不是觉得他们太绝情 徐悦只能苦笑住拍了拍阿爹的肩膀 安慰道 兴许唐姑奶奶根本没想到咱们家混成这样 连奔丧的路费都拿不出来 到时候见面了 咱们好好跟他说 他应该会理解的吧 徐大拿下归女儿安慰的手 悠悠说 以咱们现在这些人的寿命 你们唐姑奶奶还能不能活着都不好说 徐大郎很认真地掰手指头算了一下 他至少四十岁了 这里平均寿命不到三十 徐悦 王室众人 十岁二十九 虚岁 三十 但徐大仰头望天 希望老天爷不要把他算进这个平均值里去 不过玩笑归玩笑 事实是 现在他们一家人除了去投奔那个不知死活的唐姑奶奶以外 并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一家五口从穿越到现在 已经大半年 也深刻体验了这个时代没有根基的可怕 你没有一个家族 没有几个亲戚 在这个时代就像是个谁都能够欺负的小孩 因为欺负这样的毒户根本不怕被报复 也不用担心他们背后牵扯出来各种势力人脉 试想一下 他们一家要是在河间县真有一个亲戚 那太守还会像现在这样 随意地怀疑他们的来历 一个不爽就直接砍你吗 显然不会 就算还是想砍他们 但至少不会这么明目张胆 怎么也要单个几天去做背景调查 确定真是个小人物 这才会动手 那我们就去幽州 王大友停在一处岔路口 不太确定地问 徐大看向王氏 王氏看向徐悦兄妹三个 一家五口齐齐点了点头 王大友表示明白 扬起马鞭 就准备走北上那条路 慢住 徐大忽然和停 徐大郎下意识心头一紧 侧耳听了听 又狐疑地皱起眉头 并没有追兵追上来 这荒郊野岭的 人都看不见一个 只有树林里的动物在跑动 徐大没管好大儿的条件反射 晨莹片刻后 开口道 咱们走水路 往东去渤海郡 哪怕现在还没有追兵追上来 但只要还在河间县内 还要从河间县经过 它就不舒服 王氏听见这话 想起之前从城里打听到的 冀州地理状况 试探问 你想从渤海郡走海路坐船 直接绕过冀州 前往于阳郡 徐大敌手 他就是这个意思 夫妻两对视一眼 达成一致 但还是要看看孩子们的意见 特别是徐岳的 他看起来 比他们更了解这个时代 徐岳皱着小眉头 走海路没毛病 但他有点担心 这个时代的船到底能不能渡海